第881集 前半夜是本土临近行者的职业技能汇总 涵盖了超凡和胜者阶段 没有主宰阶段 本土的临近行者职业 张元清早已知晓 粗略地扫了一眼 直接跳到海外职业 手续阵营 风法师超凡 主动技能风银风刃御风 被动技能轻盈敏捷滑翔 急风者胜者 主动技能飓风风墙风腰风分身 被动技能风王之铜飞行 风法师的主要特点有两个 飞行和AOE 势能我要打十个的那种 胜者阶段能飞行的职业是少之又少 但风法师可以 该职业完全可以利用空中优势 试展飓风风刃 对地面敌人进行打击 属于零近行者中的空军 拥有绝对制空权 雷法师超凡 近战法师 雷球瞬移 被动技能 麻痹不驱充能 惩戒骑士 胜者 闪电神兵 雷遇雷霆之主 被动技能 快速充能 惩戒 一个很强大的职业 既可当战士 又有超高续航能力 兼具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雷法师的技能通俗易懂 看名字就知道实际效果 惩戒骑士的技能力 雷霆之主是雷遇的前置技能 开启雷霆之主状态 才能施展雷遇 雷遇拥有可怕的杀伤力 代价是迅速消耗体内灵力 不过 快速充能 可以吸收天地间游离的电荷 补充灵力 让施展雷遇的惩戒骑士 不至于陷入虚弱状态 但惩戒骑士真正的核心技能 是被动技能惩戒 惩戒骑士在遇到犯罪事件 面对罪犯时 各项能力都将获得巨额的增幅 如有神助 爱与欲超凡 主动技能索取 被动技能魅力美丽索取 逢影 女王胜者 主动技能魅惑勾引实话 被动技能痴迷性爱大师 看到这里 张元清精神一振 这我就来兴趣了 他专注地看着 职业末尾备注的信息 爱与职业的 几乎没有攻击技能 唯一的攻击技能是石化 对自身美貌身体 越痴迷的目标 石化效果越好 超凡阶段 爱与职业只有一个主动技能 正是大名鼎鼎的索取 该技能的使用条件是上床 被动技能力 魅惑和美丽分别代表气质和身体 每一个爱与职业都拥有极强的魅力 一拼一笑都无比吸引异性 在众多美人中脱颖而出 而美丽则能让他们的身材趋于完美 达到黄金比例 让他们的皮肤始终处在最佳状态 让他们口气芬芳 相悍淋漓 总之让他们变得像小仙女一样 处处完美 逢迎则能让爱与职业们 在短时间内快速了解一个人 对她的喜欢 对她的性格了如指掌 然后根据对方的喜好和性情 进行逢迎 让异性同性 对自己快速产生好感 胜者阶段魅惑是魅力的加强版 也是爱与职业前中期最主要的保命技能 它能让敌人失去斗志 充满爱恋 难以痛下杀手 攻隐则通过言语 眼神 激发异性或者同性的欲望 以最短的时间内和对方上床 从而达到索取条件 被动技能 痴迷和性爱大师 痴迷 与爱与职业接触越久 越痴迷对方的美貌 与爱与职业维持情人关系越久 越痴迷对方的身体 性爱大师 在床技方面 爱与职业有着极强的天赋和技巧 和其他女人是两个不同的生物 我突然就明白 魔君沉迷爱与职业不可自拔的原因了 张元清内心吐槽起来 他接着往下看 海妖超凡阶段 主动技能 遇马者 海妖之歌 被动技能 海妖之躯 海怪 胜者阶段 主动技能 海怪西式 被动技能 海洋之灾 海妖职业的技能比较简单 在手续职业里面属于下游 在陆地上的作战能力 主要是遇马者 他们能召唤马匹战斗 马匹拥有冲撞 替死 急速能力 再就是拥有迷惑人心的歌声 这点和娇人很像 另外 被助理提起 海妖都拥有超高的颜值 海妖不会就是海怪和水鬼的混血吧 张元清想起秦峰学院里面的娇人 海妖这个职业 部分能力和水鬼重合 得仅限于控水 胜者阶段之后 水鬼就开始向瘟疫转变了 而海妖则继续强化水重作战能力 他们在陆地上站立平平 可一旦到了海洋 则是最恐怖最可怕的职业了 虚空超凡阶段 主动技能前行窃取寻宝 被动技能敏捷隐匿灵活的头脑 商人胜者阶段 主动技能交易传送格斗家 被动技能商业嗅觉 超凡阶段的技能 都是看名字就知道含义的 只有隐匿比较有意思 它并不是隐身 而是无限降低自身的存在感 这让张元清想起比尔先生 曾经推销过的失皇者之冒 据说能让女人怀上孕 女人也想不起来孩子父亲是谁 比隐身还要夸张 这一看 传送技能好像是最牛逼的 但是看完备注 张元清才意识到 交易技能有多么的恐怖 每一位胜者都是奸商 他们会用言语蛊惑 使你不自觉地跟他们交易 稍有不慎 几品道具换一个垃圾的事情 都是常有发生的 根据备注里面介绍 到了主宰境 交易技能会提升 变成强制交易 用垃圾物品换走你的道具技能 而到半神阶段 甚至能交易走概念上的东西 比如呼吸能力 思考能力 触觉 嗅觉等等 张元清愣了愣 诶 是怎么有点像小豆鼻的能力 他心说 我那只会满地爬的废物儿子 居然也有这种相似的能力 当然小豆鼻现在的等级 还不足以换走技能和念头 只能交换一些比较浅层色的东西 比如视觉 听觉 触觉 等等 骑士 超凡阶段 主动技能 契约 守势 冲锋 神圣斩击 被动技能 无畏之心 骑士之躯 法官 圣者阶段 律令 裁决 被动技能 公正 契约和守势两个技能 张元清已经见识过了 冲锋和神圣斩击顾名思义 应该是攻击技能 无畏之心 是意志力的增幅 骑士之躯 和赤后的赤后之躯相似 大幅度提升身体素质 拥有与生俱来的战斗能力 且具备超强的战斗天赋 圣者阶段的技能就很有意思了 律令 颁布律法 制定规则 一旦有人违背制定的规则 那么裁决技能就能处罚了 骑士会得到神力加持 给予违背者惩罚 一个很强大 战斗起来 又很有意思的职业 值得一提 备注里面提到 成为该职业的人 都是现实里面拥有很强正义感 为人处事 很公正的人 这也导致了 该职业的数量极为稀少 大部分都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 魔眼应该很喜欢骑士之业 张元清接着看起境外邪恶之业的汇总 第882集 绝命毒师 超凡阶段 主动技能 毒素大师 传播 被动技能 万毒肢体 激变者 胜者阶段 主动技能 恶魔 激变 毒烟 被动技能 冷血 这是张元清 见过技能最少的邪恶之业 但看完备注才发现 这是操作空间最大的之业 毒素大师 自带识别毒药 制作毒药的能力 能制造各种不同功能 不同效果的病毒 单凭这一点 该职业的操作性就很高了 传播 可以让毒药通过空气 水 唾沫 接触等方式传播 一样可以玩出花来 胜者阶段 恶魔附带很多能力 比如火焰 战斗 自愈 精神控制 核心技能 畸变可以让人动物植物 异化成怪物 根据自身的培养 每一种畸变种 都会拥有不同的能力 或者火焰 或者毒素 或飞行 或精神控制 或进展 被动气能 万毒肢体和冷血 前者百毒不侵 又浑身是毒 即使是呼出的气息 都可以蕴含致命毒素 冷血 则能让头脑时刻保持清醒 永远是一个冷静 冷血的猎手 酗酒者 超凡阶段 主动技能 大脑麻痹 感官失调 忍着错误 被动技能 醉汗之怒 酒精依赖 失酗者 胜者 主动技能 狂欢 法外狂徒 颠倒者 被动技能 酿酒大师 一个执掌混乱的职业 超凡阶段 以控制类技能为主 破坏力不足 胜者阶段依然如此 狂欢是AOE控制技能 可以让一定范围内的目标 不顾一切的高歌舞蹈 无视现实危险 尽情狂欢 法外狂徒是核心技能 擅长钻规则漏洞 到了主宰境 甚至能够修改规则 抹去规则 极为可怕 这个职业的被动技能 有点意思呀 酒精依赖 人均酒鬼 醉汉之怒 喝醉酒之后的战力暴涨 但也抛弃了脑子 酿酒大师最强 失序者们能酿造出诱人的美酒 光凭酒气就能让敌人醉酒 一旦没有忍住品尝美酒 则会彻底失去行动能力 永夜超凡阶段 主动技能沉寂 休眠封印 被动技能卫光长寿 深渊使者 圣者阶段 主动技能深渊夜幕 被动技能寂静 被助力写着这样一句话 该职业行迹罕见 神龙见首不见尾 这个职业的灵进行者 要么自我封印 要么陷入沉睡 他们不爱说话 不爱出门 喜欢睡觉 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棺材里面 如果需要出门的话 棺材就会飞来飞去 所过之处 一切生灵都会陷入沉睡 或陷入沉默 超凡阶段擅长封印和睡觉 弱点是害怕光线 优点是长寿 圣者阶段 自成一片黑幕笼罩的深渊 也就是领域 进入该领域的灵进行者 能力会逐渐流失 陷入沉眠 深渊状态一旦被唤醒就会消失 因此被动技能寂静 能让他们屏蔽外界打扰 一直睡下去 一个非常纯粹的职业 技能单一 却无比可怕 张元清看完海外职业的所有信息 无声地吐出一口气 红鸡哥说 比我们本土小一个级 看来不管是本土还是海外 邪恶职业都又诡异又可怕 圆婷感慨一声 举手问他 境外的邪恶职业 也是巅峰职业吗 院长给出肯定答复 嗯 是的 三阳开太太问道 手续职业里 哪个是巅峰职业 迅速低头 不想惹来学员们的关注 他尚未从昨日的阴影里走出来 境外手续阵营里 没有巅峰职业 手续阵营的巅峰职业 目前来看只有业游神 院长李延期 顺势扫一眼前排的四位业游神说 学者们猜测 业游神可能是最为特殊的职业 但为何特殊就不知道了 简陆续有学员抬起头 从纸张上挪开目光 院长李延期说 境外职业的特点都写在纸上 我就不重复了啊 现在说说境外组织 和我们一样 每一个职业都有一个相应的组织 风法师和雷法师 组成了著名的天法 是当今最强大的手续组织 天法不是只有雷法师和风法师 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手续职业 五行盟里很多大人物 当年都是天法的成员 碍于玉职业组成了美神协会 核心成员不多 但会员遍布各大组织 境外的手续组织里 很多中高层都是美神协会的会员 他们成为美神协会会员的原因 不用我多说吧 女宣言露出不屑和鄙夷之色 作为美神协会议员的张元清 心里一阵发虚言 院长李延期喝了一口水说 海妖组成的组织 原本叫海神教会 本世纪初更名为远洋运输公司 就是跑船的 很少在陆地活动 就算天法和邪恶组织 也不敢在海洋上招惹他们 虚空职业建立的组织是商人工会 是灵境行者中最大的商人群体 只要啃出钱 你能从他们那里买到任何东西 包括规则类道具 他们的财富难以估量 各大手续组织 甚至邪恶组织 都曾经向他们贷款 商人工会是所有人的金主 骑士职业的组织叫骑士团 该组织人数稀少 分散在欧美各地 内部结构极为松散 大部分骑士 如苦行僧般的生活 行走各地 艰苦修行 记住 他们的战力极为可怕 邪恶组织 分别是生物炼金会 九神俱乐部 深渊教会 在欧美各国都不少分布 众人咀嚼各大组织信息之际 袁婷 兴松松地问道 院长 你刚才说 五行盟里有不少大人物 是天法出身 能说说具体是谁吗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李延基瞥他一眼 白虎兵重的元帅 兵主教的恐惧天王 说起来 这两位还是同学呢 都曾在钦峰学院学习 恐惧以前呢 也是五行盟的 啥 袁婷震惊了 众学院同样抬起头 震惊地看着院长 夏侯傲天惊恶说 这 等一下 恐惧天王不是蛊惑之妖吗 他怎么会是五行盟的成员 第883集 兵主教的恐惧天王 曾经是五行盟成员 这个消息 震惊指数丝毫不亚于 道德制的本质是 因果类道具 但震惊过后 学员们对院长的说辞 是质疑 是不相信 众所周知 手续和邪恶 势如水火 五行盟作为官方 是手续阵营的表率 对邪恶职业 向来零容忍 兵主教的恐惧天王 邪恶职业中 首屈一指的人物 怎么可能会是 五行盟的成员呢 院长你别瞎嗶嗶啊 下午茶的时候 你没债啊 自己偷偷躲 躲在办公室喝酒了 洪基哥向来有话就说 并真心实意地 怀疑院长偷喝假酒 不然何以说出 如此荒诞不羁的笑话来 面对学员们 质疑的眼神 老院长叹息一声说 很多年了 我已经忘记他俩是哪一届的了 恐惧确实是五行盟的成员 他原本是赤后 不是蛊惑之遥 恐惧天王是赤后 袁廷陡然尖叫一声 就像狗仔记者拍到 当红小鲜肉和五十岁阿姨 出入酒店 兴奋的表情都扭曲了 恐惧天王是赤后 学员们脑子嗡嗡作响 赵承皇皱眉沉声说 不可能 大长老赤刑官曾经 与恐惧天王战斗过 我可以确定 恐惧是蛊惑之妖 张元清也觉得不可思议 无法接受 但鬼使神差地 想到了服装店里 恐惧天王那一双 仿佛能看穿人心的眼睛 当时恐惧天王 似乎没有使用道具 却能看出他没有说话 这确实符合赤后的洞察 当然 张元清不确定 对方有没有使用道具 毕竟他看不出来 不代表不存在 院长追忆往昔 感慨说道 他是后来成为蛊惑之妖的 我知道这件事 已经是很多年后了 五行盟内部 直到恐惧天王前身的不少 你们离开副本后 可以向家里长辈 上级长老打听 闻言 众人即便再难接受 也不由地信了几分了 园庭永远冲在吃瓜第一线 连连追问说 他怎么变成蛊惑之妖的 之后怎么可能变成蛊惑之妖啊 一定有非常可歌可泣 惊心动魄的血泪史吧 杜洛史 院长 请务必告诉我 我打死也不说出去 手续职业转成邪恶 闻所未闻呢 众学员看着院长 眼里的破解和好奇不加掩饰 院长李延期微微摇头说 我也很好奇 恐惧是怎么转为蛊惑之妖的 如果你们将来知道 一定要来秦峰学院告诉我 至于他有没有一段 可歌可泣的堕落史 我就更不清楚了 不清楚 不清楚你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啊 袁廷痛苦地抓着脑袋 像是个毒瘾发作的瘾君子 手续转邪恶 也不是不可能 当初在杀戮副本里 老帮子通过血质boss 窥探冥冥中的无上存在 我也是惊鸿一瞥 就感觉自己在向蛊惑之妖转变 张远青想起那双可怕的眼睛 如果 如果恐惧天王有类似的遭遇 那他从赤后变成蛊惑之妖 完全是可以理切的呀 但按照恐惧当年的等级 应该没资格和能力 窥探杀戮副本里的那位吧 老帮子也是以血质boss为媒介 再加上位格高 身处灵静 以及夜游神的侍灵 诸多条件结合 才窥探到那位存在 院长李延期正好略过话题 目光扫过众学园 偶然间瞥见原始天尊 沉默思考的面庞 顿时一愣 他表情里没有惊讶 处于专注的思考中 他的眼神里有很强的笃定情绪 但有些许的疑惑 这难道 李延期忽然拔高声音 院士天尊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院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在座的学员愣了愣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院长是赤后 他刚才注意到我的表情了 张元庆收回思绪 坦然地看向院长 见到他这副表情 院长心情豁然激动 你竟然真的知道 你知道恐惧天王 转变成蛊惑之妖的原因 不 你知道的是手续职业 转邪恶职业的秘密 原始天尊知道 这种闻所未闻的事情 他居然都知道 课堂上哗然起来 张元庆说 是的院长 我知道把手续 甚至其他两大邪恶之业 转变成蛊惑之妖的办法 当然 这不是我能做到的 甚至不是半神能做到的 院长忍着激动说 不介意的话 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众学员齐刷刷的望向 原始天尊 刚熄灭的好奇和渴望 一下子翻涌上来 张元庆一口拒绝 啊 这个不行 这里面关乎的秘密 不是圣者该知道的 主宰也不行 他的话 就像一盆凉水浇在众人头顶 原庭死死地抓住 原始天尊的胳膊 告诉我 告诉我 求你了 只要你告诉我真相 无论什么代价 我都愿意支付 让你背叛太阴门也愿意吗 张元庆内心嘟囔着 冷冷摇头 李延齐又玩惜地叹口气说 唉 罢了 这件事离我们太遥远 时间有限 大家回到课上 接下来 再说说各大组织的内部结构 原始天尊 你不能这么对我 原庭痛苦的乌夜声 回荡在课堂上 晚上七点 今日的课程结束 在张元庆的寻寻善幼之下 洪七哥提议 晚上在焦人湖畔 举办烧烤大会 获得了食堂厨子的鼎力支持 洪七哥是这么邀请大家的 切完烧烤 来一碗生滚粥 剪辑晒生鲜嘛 谁不来写些扑该 有免费的晚餐 不吃白不吃 学员们纷纷答应 这种培训班聚会就是如此 今天他请 明天我请 永远都不确认请客的 三名厨师带着一群帮工忙碌起来 很快在岸边假期烤架 拉来电线 推来食材 点燃炭火 很快烤肉的香味 便在湖畔飘荡 夜幕降临 教人湖一片漆黑 湖畔灯光明亮 学员们坐在桌边 享受着湖面吹来的凉风 吃着以鱼虾为主的食物 在隔在湖 谢家的谢灵舟喝了一点小酒 放声高歌 乐师不愧是乐师 歌声轻易了解学员们的情绪 引来一片叫好和掌声 三阳开太太感慨一句 真羡慕呀 我如果是乐师就好了 又看向另一边 十几米外的圆桌边 只见原始天尊 左手搂着清丽甜美的牛栏山小仙女 右手搂着成熟动人的牡丹仙子 一个喂烤鱼 一个喂酒水 桌边还有宋曼老师拖着塞 痴痴娇笑地看着 又有官方的女圣者不停劝酒 说着天尊老爷真棒 天尊老爷再来一瓶 他们一副想要灌尊原始天尊 然后轮流侵犯他的样子 可恶 这些女色狼 三阳开太太愤怒排桌 呼得就嚎啕大哭起来 他们可以冲我来啊 我绝对不反抗的 你是不会反抗 但你会逃走 认命吧 反正心理医生也看了 我也给你送了那么多的姑娘 你就是不行啊 看清楚自己呗 三阳开太太愣愣地看着她 插我两刀你很开心 剑客仁君子叹了口气说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当然 真话最伤人 要不我去把原始天尊请来 她看起来是个情场牢手的样子 说不定能给你出出主意 周边的圣者们眼睛一亮 三阳开太太仿佛看到了曙光 兄弟 扣你了 很快原始天尊被请过来了 任君子笑了笑 目光扫向 牡丹仙子等女性 天尊 他想像你一样优秀 教她几招呗 张元清表示很高兴 感觉自己像人生跑生那样受人膜拜了 他看向三阳开太太 这位山神的面相 是典型的淳朴木呢 单眼皮 五官平庸 嘴唇偏厚 张元清侃侃而谈 这女孩子可太简单了 我教你两招 一 挑中你心仪的目标 然后让她觉得自己受到了特殊的偏爱和优待 让她觉得自己艳压群芳 第二呢 要学会向下兼容 选择那些家境财富能力都不如自己的 千万不要去追女神 那样只会沦为舔狗的 任君子等人连连点头 嗯 有道理有道理 张元清灌着酒 吃着烤串 大言不惭地说 花公子你们知道吧 他呢 经常跟我学习谈恋爱经验 说听君一席话 盛读十年书啊 唉 可我的问题不是这个 三阳开太太叹息一声 说起自己的心理疾病 我一和女人说话就发抖 就跟过敏一样 更别说碰了 心理医生说 病因是我从小到大 几乎不和女生打交道 且心里极度地自卑 久而久之就这样了 啊 这 你这种情况要怎么搞啊 导师没教我呀 张元清顿感棘手 灵机一动就说 这个不难 有些道具的代价 是激发欲望 呃 他试过了 然后在漂亮姑娘和双手之间 选择了后者 一桌子的人大笑起来 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明明有伴侣躺床上 却选择进洗手间自我说道 这家伙绝了呀 张元清笑着笑着 忽然想起自己好像也这样 笑容突然消失 他进了清嗓子手 道具的代价是步骤之一 你还需要一个优秀的伴侣 我认识一个爱玉职业的姑娘 回头呢 我让她给你介绍 美身协会的女性 有道具的代价 加上爱玉的聊拨 你一定行的 三阳开太太想了想 觉得可行 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与其钦佩说道 天尊老爷 你虽然年纪不大 但这方面的经验 是十个我也无法比肩的 张元清谦虚地摆摆手 没那么夸张 我和你一样 都是童子鸡 三阳开太太愣出来 张元清从她眼里 看到了某种东西在消失 那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在天下归火的搀扶之下 张元清醉醺醺醺的返回宿舍 天下归火打开四零四的房门 淡淡说 别装了 你的粉丝们没有跟过来 张元清睁开眼睛松了口气 自我调侃说道 真危险啊 他们都想日我 天下归火审视她一言说 你让我很惊讶 以你表现出的性格来看 不像是会守身如玉的 当然 生活作风正派不是坏事 贪图美色的人难成大气 我看上去是那种风流烂情的人吗 我虽然是魔君传人 但我又不是魔君 张元清倚着门就说 那个红鸡哥你可以结交一下 他是花都分布一把手 降报长老的人 一子一般的人物 降报长老在赤火帮拥有极高的地位 天下归火皱起眉头 事实上 我想脱离赤火帮 加入白虎兵重 啊 为什么呀 张元清吃了一惊 天下归火沉胜说 赤火帮的高层 想消磨我的理智 瓦解我的智慧 他们认为 冷静的伙食属于异类 前途有限 事实上 我的暴怒者技能 确实要弱于正常的火魔 事实上 我很好奇 你怎么获得火势角色卡的 火焰并不只有暴躁和冲动 冷静的野火 也能焚尽世间的一切 天下归火丢下这么一句话 静止朝走廊深处走去 口气真大呀 等格斗课 我就怂恿洪姬哥找你打架进来 张元清进入房间关上门 我回来了 今天四叔先生教了很多智慎 好好说话 这不是考虑到郡主是古代人吗 可你说的也不是古代话 看不清我 我是松海大学的高材生 不信给你来一句 张元清坐在床边 看着美艳绝伦的郡主 气沉丹田 力聚舌尖 乳鼻母之寻王呼 阴瑶郡主一拳把他打翻在床 郡主 有话好说呀 两人在房间中打闹片刻 张元清把阴瑶郡主安抚好 讲起了今天在课堂里面学到的知识 在郡主消化内容之后 张元清就说 明天只有两节课 练气课和练丹课 我打算趁着学员上课时候行动 由你进入师门探索 这样我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了 阴瑶郡主微微摇跑 进入学院的新官里 只有你带了饮食 嘿 今天晚上我在湖边观察过了 自从昨晚有人潜入娇人湖 管理员就开始在湖面巡逻 岸上有学院老师轮流巡逻 天空有鸟类盘旋 所以 所以在这样层层监视之下 阴师是不可能无声无息 潜入娇人湖的 因为阴师不会保留生前的技能 但你不一样 你和夜游神新官没有区别 而没有人知道你的特殊 张元清信心满满 阴瑶郡主想了想说 好 明日你操纵我入湖就是 什么后恐有危机 你要准备周全 稀奇 这傲娇郡主居然担心我 放心 一旦有危险 我就退出你的身体 你来解决 张元清往床上一躺就说 我休息一下啊 待会如果我表现出很痛苦的模样 你不用担心 他打算引发救急 回忆一下今晚学员们的表现 他提议洪基哥在湖边 举办篝火烧烤晚会 有两个目的 一是学生大规模聚集在湖边 必然引来老师们的关注 巡逻力度会加强 二是 铠甲人如果对石门图谋不轨 肯定也会借记观察 烧烤晚会上 谁最关注湖面的情况 谁是铠甲人的概率就大 这次进入邻境 他没有带蓝色小药丸 但没关系 以他目前的灵体坚韧程度 已经不需要蓝色小药丸了 躺在床上 放缓呼吸 张元清在脑海中 一遍遍回忆着父亲的容貌 和以前不同 现在他能很快凝聚精神 让精神力高速运转 就像是一辆顶级的跑车 两三秒就能飙到急速 很快 白噪音开始充斥而盼 混乱的画面 幻灯偏般闪过 张元清痛苦地捂住脑袋 额头静静直跳 毛孔疯狂排出冷汗 豁然间 白噪音和纷乱画面 极其消失 世界一片寂静 张元清脑海里 呈现出稍后晚会的情景 一针一针地闪过 宋漫眼神中的垂涎 牡丹仙子笑容里面的亲近 下后傲天 努力想剥去眼球 但又没人关注的恼火 袁亭如坐针毡的痛苦 所有人表情和动作 都清晰地呈现在他脑海 张元清在稍后晚会上 一直有关注学员 但都是一扫而过 不留破绽 漫长的回溯中 张元清找出了八位可疑人物 他们关注叫人胡的是 长河次数 远胜其他人 他们分别是 朱明煦 贤禅君 三阳开太太 谢灵舟 天下归火 奎阳泽 袁亭 夏侯傲天 张元清中断回溯 重重吐出一口浊气 忽觉鼻腔温热 伸手一抹 满手心的烟红鲜血 相比起以前 我的灵体明明强大了无数倍 可为什么头疾症状没变呢 还是很痛 还是流鼻血 最多就是不需要依赖药物 灵体就能自行恢复 回溯这个能力也很奇怪 我的回溯能力 来源于公主的部分灵魂吗 这么重要的问题 我那晚怎么没有问呢 不太对劲 他没有继续纠结 因为现在不是思考投机的时候 袁亭和夏侯傲天可以排除 一个是面朝娇人湖发呆 一个是故作高冷博取关注 剩下六人力 天下归火我比较熟悉 他昨天就看出娇人湖飞同一般 并表现出一定的好奇 难得来到湖边 多关注几眼很正常 他如果是凯甲人 我倒是可以和他聊聊 至于其他五人 张元清都不太熟悉 论嫌疑的话 邻近世家出身的朱明旭 谢灵周最高 当然 铠甲人未必就在他们之中 先重点关注一下 张元清翻身坐起 锦西手间擦拭掌心鼻腔的血迹 等他回到卧室 端坐于书桌前 双手放在膝盖的阴瑶郡处 传达出精神波动 你的灵体有问题 你最好找师尊帮你看看 我知道 我的灵体以前破碎过 后来缝不好了 阴瑶郡主如果能皱眉 现在眉头一定是锁着的 她缓缓说道 这是什么法术 什么职业的能力 她改变说法 岳师 你不知道吗 但你活跃的那个年代 岳师已经灭绝了吗 阴瑶郡主想了想说 你指的是那些活跃在教坊寺 轻落的花魁 岳师在古代是花魁吗 也是啊 他们很擅长勾引男人 张元清听到教坊寺和轻楼 本能地产生好奇和兴趣 阴瑶郡主解释说 倒也不是勾引男人 我生活的那个年代 胜者数量稀少 几乎绝技 如我这般师出名门的屈指可数 那些乐师虽是修行者 但实力低微 不善战斗 唯有凭借唱曲 才能博满身富贵 张元清想起超反进乐师的能力 点点头手 合理啊 可惜现在京楼里没有乐师了 否则天天勾拦听曲 岂不美哉 四日 他留下雷骨紫金锤 阴阳法袍 易容戒指 瘦网手镯 还有滑产鞋 疾风者手套 厚土靴 高天圆玉盘 装入房间自带的布包 郑重其事地交给阴瑶郡主 张元清心里嘀咕 这可是我大办的身家呀 希望师门背后 岁月静好 不要出意外 否则 我只能上天台了呀 下午第一节课是练气课 地点在湖边的小阁楼 两层高 第一层是练气室 第二层是道具储藏室 练气室很大 面积堪比半个足球场 用水泥砖块气息数十张台子 每个台子边 配备了炉子 鼓风机 打铁台 水泥气盛的台子 摆满各种夹子 锤子 刀具 一眼看去宛如手工宅的天堂 寿客老师墨盘 穿着白色衬衣 黑色西裤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可以看出是一个做事很认真 心态很端正的老师 平平无奇的五官 眉眼温和 一副斯文教师的形象 墨盘 一板一眼地说 今天的课堂任务 是炼池消耗品 碧水珠 材料 是浇人的泪珠 管理员稍后会送材料过来 现在 我先带大家去二楼参观 里面陈列着不少百花会的道具 话没说完 夏侯傲天 兴奋地打断说 我明白了 里面一定藏着神器 持灯主角到达 他便乖乖认主 墨盘老师沉默一秒 耐心劝告 并没有这回事 夏侯同学 没意义的书少看 我们学试 就应该看更有深度的书籍 张远卿案子付匪 比如量子力学 黑洞理论这些吗 墨盘老师 与众心长地告解 我先声明 陈列士的道具不能触碰 我会一一介绍给你们 记住 千万不要触碰 不然 会被陈列士的看守员攻击 你们应该学过境外职业课程了 看守员是一具傀儡 剑客和法官能力融合的傀儡 不可触碰 是陈列士的规定 违背者 当受惩戒 点名利害之后 他领着众学员上楼 来到一扇两米高的双开幕门前 高大的双开幕门边 站在一具逐渐而立 身披骑士盔甲的人偶 他身高一米八 穿着中世纪骑士重甲 十字形的骑士长剑 古朴锋利 墨盘举出公牌 定给骑士人偶 这具没有生命的人偶低下头 颈部关节传来咔咔声音 身体内部则是有细微的齿轮转动声 他盯着公牌看了几秒 又抬起头 审视起墨盘 他的脸隐藏在铁面内部 只露出一双红宝石相间的双眼 迸射出红光扫描墨盘 几秒之后 红光收敛 骑士人偶 迈着铿锵的步伐 归开陈列室的墓门 墨盘领着学员入内 骑士人偶拎着古朴长剑跟在后方 那驾驶 仿佛谁要敢动一下室内道具 他就给你一件 陈列室内 摆放着一台台玻璃展柜 柜子里面存放着道具 第886期 墨盘老师讲解着 左边的四排展柜里 都是超凡品质的道具 右边的两排展柜是胜者品质 中间那排是主宰品质的道具 总共42件 这里是百花会总部 存放道具的仓库之一 我必须再提醒各位一句 千万不要懂歪心思 以前有学员夜里潜入陈列室 试图盗取道具 但被骑士斩杀 他不是现阶段的你们能对付的 张元清心说 谁那么蠢啊 这和抢银行 抢博物馆藏宝有什么区别啊 这时 他看见洪七哥 静止走向陈列主宰集道具的展柜 直至一面黄铜相边的全身镜就问道 老西 这些什么道具啊 这件道具叫命运魔镜 是一位九级练骑士的作品 融合了观星术和挂术技能 功能是观测一个人的命运 以及回答问题 问题必须是命运相关的 比如你可以问他 你将来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他能回答你 但如果问他 前天晚上潜入叫人湖的是谁 他就无法回答你 因为这和命运无关 站在镜子前 念出自己的灵境ID 然后问出问题就行 众学员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一股脑地涌到镜子前 洪七哥霸道地驱赶学员们说 哎 走开走开 我先来 众人纷纷退开 乐得让他当小白鼠 咳咳 洪七哥清了清嗓子 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就说 我叫洪七哥 我的问题是 未来习户是谁 镜面如水波般荡漾 进而平复 出现一个清秀大眼的女孩 紧接着镜面再次荡漾 又出现一位妖娆性感的女郎 最后又出现一位模样普通 气质婉约的女郎 洪七哥惊喜起来 难以置信 我 我会有三个老婆 墨盘沉默一下 用一种怜悯的语气说 不 正确的解读是 你会离两次婚 洪七哥呆立原地 众人朝他投去同情的目光 走开 让我试试 身为班长的夏侯傲天 挤开发愣的洪七哥 立于敬前就问他 我叫夏侯傲天 墨镜 墨镜 回答我 我能成为半神吗 边框包裹着黄童的全身镜 陷入了镜墨 好一会儿 五个大字浮现出来 你是傻逼吗 夏侯傲天大怒 这破镜子怎么还骂人呢 但看一眼远处人偶奇事 冷静下来 墨盘沉稳地解读信息说 镜子的意思是 它只是主宰品质的道具 预测不了半神的位格 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孙淼淼兴奋地推开夏侯傲天 搂着小豆匕首 我来我来 我是孙淼淼 请问原始天资 会把孩子送给我吗 镜面如水波般荡漾 额寝 镜子里出现一个挺着大肚子 怀胎七八个月的孙淼淼 孙淼淼满脸问好 墨盘急忙解释 魔镜的意思是 如果你非要从他那里 拿到一个孩子 在未来 就只有这么一种方式 不少女学员暗暗松了口气 接下来 每一位学员都体验了一次命运魔镜 问出心中渴望的事 有的得到满意答案 欣喜若狂 有的失望痛苦 沮丧黯然 最后就剩两个人了 三杨开太太 和张元清 我先 三杨开太太 见原始天尊 没有提问的想法 张元清点点头 她并不想体验魔镜 因为身上的秘密太多了 担心被这件道具 看出一点什么 哀地风骚 但外表极为憨厚淳朴的 三杨开太太 立于全身近前 深吸一口气 怀着紧张和期待的心情 问道 我叫三杨开太太 魔镜 我将来会拥有 想要的幸福吗 她不敢问得太直白 怕得到不好的答案 镜面缓缓浮现两个字 不会 三杨开太太脸色一白 不甘心地问 我将来 有没有女朋友 或者老婆 镜面再次浮现两个字 没有 操 镜面又给出一句话 这个也没有 陈列室内陷入诡异的记性 三杨开太太张了张嘴 突然哭喊着扑向魔镜 我要砸死这个破镜子 我要跟他同归于剑 说吧 一拳砸向命运魔镜 身边的红鸡哥 任君子 反应最快一下 让他扑倒 众学员一用而上 把嚎啕大夫的 三杨开太太拖到一边 人物骑士 默默地放下了大剑 红鸡哥 苦口婆心地劝着 命里有时 终需要 命里无时 莫强求吗 没忍住 扑得笑出声来 学员们想笑 又觉得不厚道 强行忍住 一个个戴上了痛苦面具 沉稳温和的墨盘老师 妄想原始天遵守 你要体验一下吗 为什么呢 魔君是死是活 我爸在我的灵魂里 留了什么 我能不能顺利救出魔眼 张远青无声吐槽 老师 我现在还没想好 能不能保留体验名额 回头想到了 我再找你呢 他想了个折中的法子 墨盘老师 思索一下 点头 好 娇人虎 脖子上挂着布包 身披阴阳法炮的阴阳郡主 缓慢地飘向百兽套 他处在夜游状态的他 不用担心被人看见 但娇人是天生的水鬼 对暗流涌动极为敏感 因此他不敢肆无忌惮 驾驭水流 郡主按照张远青提示的路线 缓慢前游 一个小时之后 终于抵达百兽岛 看见一座 注立在湖底的孤峰 看见两名手持长枪的娇人 在石门附近游液巡逻 银瑶郡主摆动大长腿 轻盈地靠向两名娇人 他刚靠近对方二十米内 两名娇人就察觉到暗流不同寻常的涌动 下意识地看过来 但在下一秒 两位国色天香的眉艳娇人身躯一枪 他们眉心浮现两套黑色葫芦 沉睡服 他们的灵体陷入了沉睡 时间有限 阴瑶郡主快速驾驭水流 窜向石门 他一边摆动双腿 一边从挂在脖梗的沉重布包里 取出浴盘 他停在石门前将浴盘嵌入 两扇石门中间的圆扣 浴盘当即亮起刺眼的红光 荡漾的水波扭去了光线 只听沉闷声钟 石门缓缓 朝内打开 带精神崩溃的学员得到安抚 墨盘老师继续介绍着陈列室内的道具 他指着一件藤万编织 盛开灼灼鲜花的头冠说道 森林王冠 山神职业道具 功能是怪力 耐力 自愈和炼化 功能和山神权杖重叠都很高啊 自愈怪力好像都是木妖的技能 我一直以为山神权杖是比较特殊的 这么看来山神层色的道具 功能竟都与木妖重合 山神是由土怪转之而来 木妖转之后是兽王 张元清刚这么想 就听洪姬哥问道 为什么山神的道具功能和木妖那么像啊 明明是两个不同的基业 张元清心里嘀咕 无论什么时候 身边有个伙食总会是好事 看向墨盘老师等待他的回复 严谨温和的墨盘 措辞几秒 解释说道 本土手续职业中 赤后 木妖 水鬼 火狮 土怪 分别象征着金木水火土 根据武情说 天地万物 由五种元素组成 它们的源头是混沌 混沌生阴阳 阴阳分五行 灵境学者们猜测 金木水火土五大职业 是有紧密关联的 达到某种条件后 五大职业 将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 学士世家的赵飞问 回忆说道 五行盟成立之初 曾经立过一个项目 就是研究五大职业的 我在家族的资料库里 看过十几年前的相关论文 那篇论文是十六年前的 后续就没有了 夏侯傲天插了一句 所以研究算是成功了 三位学士讨论之际 张元晶莫名地想到了流氓盘 而不 阴阳转盘 这件道具的物品属性里面提及 有一位杰出的工匠 刊破了金木水火土 五大手续职业的秘密 他以五大职业的顶尖材料 为金石 以学士的精神为内核 制造出一件 强大而睿智的道具 名曰阴阳转盘 再联想到阴阳转盘 是淮海分布的重要道具 不难推测 当年有一批技术人员 也就是学士 在官方的主导下 成立了五大职业的研究 阴阳转盘 就是那时候诞生的 只是后来 因为遇人不输 纯洁的他沦落封尘 从此一言难尽 那这个呢 洪基哥听了半天 没听懂 编织着一条金散散的绳子 强行打断学士们的探讨 墨盘老师 强行岔开话题 这是捆先生 有自我意识的极品道具 他比较喜欢捆女生 好了 不用管他 我们继续 喜欢捆女生是什么意思 你说清楚啊 张元清顿时来了兴趣 正要细问 突然 他感应到诗海烙印里 传来阴阳郡主的念头 石门打开了 郡主真棒 他立刻沉淀情绪 分出一半的灵体 入主阴阳郡主 顿时 他的感知仿佛变成电影屏幕 一半是陈烈士 一半是漆黑的湖底 身后是敞开的石门 身前是一条向下的石切 脖子上挂着陈点点的背包 手里拿着浴盘 张元清审视完自身 把浴盘收入布包 沿着石阶往下 郡主的沉睡服只有15分钟 必须在15分钟内出来 不然就要被交人族学院老师 虎王堵门了呀 时间有限 但探索未知秘境 绝不能粗心大意 他取出雷骨紫金锤 化作圆盾 接着平花如镜的盾面自照 镜面里面 他的恶功血光笼罩 财功一以生辉 出现了典型的 成了惠左嫩魔 败了灰归灵境的面相 张元清是一阵呲牙呀 血光之灾意味着 他强行深入秘境 90%以上的概率会死在里面 是阴阳郡主会死在里面 台阶宽约三米 两边的石壁临巡 凹凸不平 身披阴阳法袍的张元清 驾驭水流 在周身形成一道漩涡 潦衣滋味 这里水很平静 几乎没有暗流 水底空气里混淆着 浓重的沉浮味 是封闭多年的死水 他沿着台阶走了两三分钟 突然停了下来 前方的台阶边 两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寄坐着 一左一右 背靠着石壁 垂着头 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 头发枯搞稀少 张元清从两具尸体身上 看到了浓重的阴气和怨气 他正考虑要不要施展星顿术绕过 左边那具阴尸 垂下了头颅忽然拧了90度 看向张元清 这是一张极其恐怖的脸 浮肿腐烂 眼眶和鼻腔里如虫爬动 嘴唇乌黑 紧接着 另一具阴尸也把头拧了过来 两双如虫扭动的白铜 森然地注视着 下一秒 两具阴尸窜完 裹下着汹涌的暗流 难怪水底空气这么臭啊 张元清下意识捂着鼻子后退一步 抬脚踹中率先扑来的阴尸腹部 他第一感觉是沉重僵硬 两具阴尸的身体 并不像脸一样腐烂 阴尸小腹遭踹 不可避免地扶空 张元清没去管他 伸手掐出另外一具阴尸的脖梗 另外一只手 他的额头急化 他阴之力迅捷勒出 充满道运的浮路 烙印在阴尸额头 瞬间 这具凶狂暴力的阴尸体内 阴气被阻断 丧失了所有行动能力 这时 被一脚踹着上扶的阴尸杀了回来 张元清如法炮制 一张镇尸符解决 四级的阴尸 还好我是新官的 换成其他胜者 解决他们没那么简单 这两具阴尸是守护者 看来 我快接近宝藏了 张元清拎着两具阴尸 继续前行 不多时 下行的台阶到头了 前方是一片涌道 他呼出一口太阴之力 召唤出鬼心娘 水下无法开口 便用夜游神独有的交流方式说 娘子 你附身在阴尸身上 穿过阳套 鬼心娘扶了扶身子 贴上阴尸的背部 融入其中 张元清立在一边 看着阴尸走向阳道 没走几步 一道见光闪过 阴尸头颅滚落 张元清立刻抬起头 看向涌道上方 目光穿透黑暗 只见凹凸不平的顶部 悬着一把两指长的袖针小剑 无头阴尸继续前行 十秒之后 又一把剑光斩下 左臂齐劲而断 无头阴尸继续前行 在遭遇足足四次斩棘之后 终于抵达涌道尽头了 鬼心娘的声音摇摇传来 夫君 此处是向上的台阶 是否需奴家上去查看 不用 你且在那等着 张元清回了一句 抬头看了看袖针小剑 这应该是一件道具 他犹豫了一下 没有驱走小剑 害怕引发不好的反应 确认鬼心娘那边安全之后 他在水中化为梦幻般的星光 穿过涌道 来到鬼心娘身边 身前果然是一条向上的涌道 进入这里差不多五分钟了 还有十分钟 抓紧时间呢 他沿着台阶快速往上 时不时拿出紫金盾照一照 查看面相变化 往上行走两三分钟 张元清看到了水面 是的 再往上就是钻出水面了 上面应该是百兽岛 主峰的山腹了 他心里想着 石门后的秘境在山腹内 但百花卉没有直接披山 说明非正常渠道进不来 只能通过石门 才能到达山腹 命令身边肢体残缺的阴师说 娘子 你上去看看 灵仆最大的好处是 只要不遇到太阴太阳雷电 再大的危险 也无法上去分号 鬼新娘当即操纵阴师上行 沿着台阶钻出水面 也就两三秒 张元清感应到上方的鬼新娘 传达出剧烈的精神波动 父 父亲 她的情绪波动很不正常 是那种诸多情绪沸腾的状态 她看到什么了 张元清忍着好奇沟通灵仆 有没有危险 没有 得到回复 张元清立刻世界而上 随之钻出水面 眼前豁然开了 一幅壮观景象映入视野 这是一座宽阔到难以想象的石窟 黑色顶穷 坠满无数宝石和明珠 闪耀着绚丽的光芒 璀璨似星河浩瀚如夜空 将石窟映照得佼佼明亮 石窟之下 是一栋巨大的独栋垫羽了 流延飞瓦 气势磅礴地助力于白玉石台上 那汉白玉足足有百米高 梯形 上窄下宽 白玉石阶从垫羽前延伸至底部 汉白玉台阶中央 是雕刻云纹的丹壁石 和京城故宫的石阶很像 一座帝宫 汉白玉石阶两侧 立着一句句 披肩直锐的陶土人 或手持长矛或腰胯长剑 一动不动助力着 而在汉白玉高台之下 同样是密密麻麻的陶土人 呈方阵 济然而立 宛如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简单目测 足足有千具陶土人 张元经脑海下意识 浮现出相应名词 使皇帝兵马泳 此时 他所立足的地方 是石窟最边缘的水潭 与兵马泳军队隔了三十米左右 双方之间是一块块 平整的汉白玉石砖 怎么有点像是 使皇帝魔 张元经收回白蓝 心里嘀咕 登上台阶 踏上石砖 就在他踏足这片石窟的瞬间 远处那支兵马俑军队 忽然急急扭头 相应木讷的脸庞 朝向张元经 张元经头皮麻了一下 迅速穿上滑铲鞋 戴上幸运项链 兽王手镯 急风者手套 握紧紫金盾 石窟内狂风大作 他乘着风 飞向百米高的汉白玉台 不打算和这群兵马俑 影棚硬 铅鱼拒兵马俑 齐刷刷昂起头 面孔僵硬地盯着 高空中的入侵者 他们动作整机 取下挂在腰间的手弩 抬起 抠动扳机 数百道弓弦声 宁为一鼓 降车洞窟 箭矢如蝗虫般 逆空而上 张元经左手一挥 强风化作两道锋刃 闪向箭矢 同时在空中蜷缩身体 铸起了圆盾 其封者手套 一次最多挥出两道锋刃 箭矢太快 他只来了几挥出一次 弩箭暴雨般落在圆盾之上 让这件坚固不摧的盾牌 出现中网般的缝隙 什么鬼啊 张元经手持盾牌的手臂 一阵酸麻 紫金盾竟然在第一波剑语中 就呈现出破损的征兆 也对啊 毕竟秦锋学员是主宰级副本 就算隐藏任务的核心难度是钥匙 里面的危机 也不是胜者能抵抗的 张元经毫不犹豫地施展星盾术 回归地面 他刚落地 便看见千军万马冲锋而来 最前方的是一排手指长矛的步柄 闪身避开两根长矛的刺激 手里紫金盾融化 凝成小南瓜 带着兽王手镯的他 拥有超高的平衡性灵活性 以及力量 在凭借较为高超的格斗技巧 在万军丛中闪转腾挪 吹爆一具具兵马 但小腹被捅了两下之后 他放弃了抵抗 个体是不可能在万军丛中过 一刀都不挨的 这些兵马俑的力量极大 长矛洞穿力惊人 连银瑶郡主这种层次的阴尸 挨了两毛之后都险些破防了 张元清化作星光消散 绕开兵马俑军队 来到通往高台的石阶边 他抬眸一扫 石阶上共有二十具兵俑 穿着一样的甲皱 手持一样的青铜剑 腰上挂着弩 张元清这才发现 台阶上的人俑 身上穿的铠甲并非土质 而是真实的 石阶尽头是一座高高的牌坊 牌坊挂着水晶扁 隐约是长生攻三个字 这时 助力在石阶两侧的兵马俑 齐齐扭头 俯瞰着台阶下的敌人 最底下的两具人俑 距离张元清只有三级台阶 左边那具人俑 身披秦代风格的单片甲 手持风锐青铜剑 他盯着张元清 传达出精神力波动 何人擅闯使皇帝请功 说罢与右边那一具 一模一样的人俑 同时乐器 跳展 张元清一个滑铲 从两具人俑之间穿过 迅速回身 挥出小南瓜 两具人俑爆碎 化作一块块 黑色土块 张元清精神一振 盔甲只是装饰品 没有防御那里吗 但他高兴太早了 那些散落的碎块 剧烈震产 磁铁般快速重聚 两具兵俑 竟然恢复如初 恢 恢复了 张元清心里一惊 他立刻化作星光消散 再出现时 已经一口气越过 十具兵俑 来到汉白玉台阶中断了 他打算利用星顿术 直接抵达宫殿 就在这时 被甩在后方的 十具兵俑里 其中一具 摘下弩箭口洞扳机了 弓弦震动 箭水急射而来 张元清侧身一臂 却见箭矢改变轨迹 斜飞着射来 飘气 蛊惑之妖的道具 无奈之下 他挥舞小南瓜 磕断箭矢 反正力道 瞬间让虎口引麻 台阶上的兵俑 配备的都是法器 他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悬起看到 上面下面二十具兵俑 同时摘下军弩 瞄准了自己 而更底下 那些兵俑大军 已经冲上台阶了 弓弦声宛如霹雳 箭矢交错中 张元清却消失了 他进入了夜游 夜游能够屏蔽 蛊惑之妖的标记 隐身之后 他立刻朝十阶 尽头狂奔 突然 他听见身后传来 弓弦震动声 下一秒 两只风锐箭士 穿透后背 青铜剑 从前胸裸露出来 张元清 难以置信 这 这怎么可能啊 陡然间 他看见前方 长生弓扁额之下 挂着一面 黄铜圆镜 镜子里 映照出他的身影 当即明白了过来 这面黄铜镜 是一件道具 能窥破夜游的道具 使皇帝 什么乱七八糟的道具 都有啊 他深吸一口气 再次进入夜游 避开三只箭矢 军高临下望去 密密麻麻的兵俑 正沿着汉白玉石接杀来 带头的是那十具特殊兵友 而在他前方 还有十具兵友 他们正通过 黄铜镜的观照 或抬起军弩瞄准 或挥舞青铜剑扑来 单凭这些兵马俑 就不是我一个人 能够对付的 长生宫里 或许还有更加凶险的脖子 强行闯关 郡主必死无疑 张远清心里哀叹一声 双手往下一按 强风平地而起 将他高高推起 飞出了十阶 撤退 张远清驾驭狂风 配合星顿术 迅速逃离 炼气师 咔嚓一声 嚼人眼泪凝成的 珍珠碎裂 张远清手指捏着 小小刻刀 叹了口气 炼气是惊喜怀 一心二涌 还是太勉强了 这是他损坏的 第五颗嚼人擂住了 张远清一阵头疼 长生宫的危险 我一个人是搞不定了 得找帮忙啊 但清风学院里 哪来的帮手啊 墨盘老师失望地摇头说 原始天尊 看来 你没有练习天赋啊 我建议你 不必再尝试了 一颗泪珠一万元 不贵 但没必要 尽管学员 在学院里的花销 直接关乎 老师们的提成 他那不想 耗得太过分 认为 这不是知识分子 应该做的 张远清 放下课刀 老师说的对 我现在想上楼 体验一下命运魔镜 可以吗 墨盘老师想来想说 可以 他先和学员们说了一句 你们继续 然后领着原始天尊 走出宽敞的连骑室 沿着楼梯 朝二楼行去 张远清放慢步伐 宁神思索着 他需要找帮手 清风学院内 能视作帮手的屈指可数 张远清选定了四个 夏侯傲天 赵承皇 孙淼淼 天下归火 当然 红鸡哥 牡丹仙子 牛兰山小仙女 袁婷这几个 也可以信任 但比起以上四位 他们要么实力一般 要么底蕴一般 要么有严重的性格缺陷 赵承皇 孙淼淼和天下归火 都是超凡阶段的种子 今生圣者之后 也属于精英 前两者既是巅峰之业 又身是贤鹤 肯定有保命到权 能发挥不错的作用 后者拥有较高的智力 应变能力 属于可以谋视的可靠伙伴 队伍里需要一个擅长进展的职业 至于夏侯傲天 他是武器学士 道具众夺 学士丰厚 最主要的是张元清惦记着他的意大利炮 而且夏侯傲天虽然有严重的性格缺陷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 他很纯粹 没那么多的勾心斗角 弯弯绕绕的 张元清暗暗地想着 先通过魔镜 验证私人是否可靠 行动是否能够顺利 离开副本之后 找机会与他们签订保密契约 保密这方面 他其实不太担心 因为这四人里 没有百花会的 以长生宫内部情况来看 道具不少 宝贝大家一起分 分了脏就是一条心 没人会讲出去的 这也是张元清 把袁婷排除在外的原因 袁婷这个大嘴巴 忍得了一时 忍不了一世 秘密行动绝对不能找他 对了 莫盘老师 你似乎没说过 那面镜子的代价 张元清想起这场 秘密行动开始之前 他必须早清隐患 莫盘说道 使用镜子的代价是 十二小时内 命运会受到干扰 出现一些 原本不会出现的意外 问的问题越多 干扰越严重 所以我只允许 学员们问一次 因为一次的干扰 大概就是 你走楼梯会摔倒 喝水 会差点被呛死 虽然凶险 但不会有生死危机 就是倒霉罢夫呗 张元清就问 如果问两次呢 会有生命危险 但死不死 看运气 十二小时内最多问一次 两次的话 对普通人来说 就会有生死危机 但我有幸运项链 两次应该没问题 张元清点点头 明白了 平缓的脚步胜利 张元清跟着墨盘 来到陈列室门口 后者掏出工作牌 经过人偶歧视的人脸扫描之后 顺利进入陈列室 两人一起进入陈列室 张元清静止走向命运魔镜 立于近前 扭头就说 老师 我的问题比较隐私 你能出去一下吗 墨盘皱了皱眉 放心 有人偶看着 我不会触碰到去的 我想那么傻的人吗 墨盘这才点头转身离去 带他走出陈列室 张元清深吸一口气 凝视着镜子中的自己 我是原始天尊 魔镜请回答 我和赵承皇 孙淼淼 天下挥霍 夏侯傲天的长生宫行动 能否顺利 这个问题既是询问成功率 也是变相验证 他们是否可靠 如果不可靠 行动必然失败 镜面如水波般荡漾 和情 五个大字浮现 富贵险中求 富贵险中求 魔镜的意思是 行动非常危险 可能会受伤 甚至会有人牺牲 但最后能成功 因为如果不会成功 或成功率不高 那回答应该是否定权 张元清作为新官 自己就能解读 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转而思考第二个问题 魔镜只能回答 自身命运相关的问题 但仅限于主宰威格 那么 涉及到半神的事件 人物肯定是无法回答 魔君有没有死 或张子珍有没有死 这样的问题 就没办法问了 因为不涉及自身命运 在未来 魔君会不会反噬我 这个问题倒是可以提 能一针见血地验证 魔君是否活着 以及承接 魔金因果的后果 张元清想了想 又放弃了 因为他想起 机心导思教课 星空探测者说的话 主修太阴之力的人 能克制观星术 而魔镜的功能 恰是观星术 和八卦术的结合 通过角色卡的黑音乐来看 魔君大概率是 主修太阴的 老爸主修什么不知道 没确定之前 魔镜给了答案都不可信 反而会让我受到误导 不如不问 魔君和老爸的情报 恐怕不是一面镜子 能够窥探的 不然 五星盟有无数办法 锁定我这个魔君传人 张元清快速开动脑筋 很快他想到一个 一本万利的问题 张元清就问 我是原始天尊 魔镜 请回答 我能活多久 这个问题就妙在 不管他身上有多少因果 有多少问题 只要确定寿命 就能借此推敲出 很多信息了 当然 张元清也做好了 魔镜达不上来的 心理准备 日渐魔镜如水波般荡漾 波动迟迟没有停止 如同运算达到极限的计算机 过了很久很久 镜面波动停止 三个鲜血淋漓的字 浮现出来 三个月 这三个月不停往下滴血 顺着光滑的镜面流淌着 三个月 张元清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仿佛受到了惊吓 心里莫名的惊悚 我只有三个月可以活了吗 以我现在背负的因果 不管是角色卡的问题 老爸的遗产 都不太可能在两个月之后爆发呀 那会儿我顶多六级 甚至五级呀 所以我是死在副本里 还是被邪恶组织的大佬杀死的 他内心再难平静了 泛起阵阵寒意 同时又感觉命运荒诞不期 就好比因为感冒去医院检查 结果查出了癌症 还是晚期 先不考虑这个了 等离开秦峰学院 找父亲杨商量 自己一个人去胡闹也没意义 张元兴是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人 哪怕魔镜告诉他死期是明天 他也能面不改色地 找到孙淼淼说 想有个孩子是吧 本天尊临死前 祝你好运哪 嗯 牛兰山小仙女和牡丹仙子也可以 再不计宋曼老师也可以 他转身离开陈列室 与外头墨盘老师会合 一起返回练气室 刚进练气室 就被一阵嘈杂声吸引 放眼望去 学员们四处奔走 不少人躺在地上乱成一锅粥了 谁还有治疗道具 快拿出来 红极哥快不行了 快救人呐 兽王呢 学员里就只有三个兽王吗 张元清载住一位学员就问 怎么回事 那位学员一脸见鬼的表情 沉声说道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是大家突然间倒霉起来了 红极哥这个没脑子的作死点炉子 把大家的炉子都点炸了 很多学员受伤了 墨盘一副早已预料的模样说 处理好受伤的学员就可以下课了 魔镜的命运干扰出现了 墨盘老师 你一看就是惯犯呢 这样就不用上课了是吗 我操 我的幸运项链在郡主那里 张元清急声说 我爸老师 刚才我问了两个问题 我不能在这待下去了 要回一趟宿舍 恰好这时 身材健硕的赵飞问 双目赤红地奔来 怒吓说 我再也不想忍了 原是天尊 你重伤我爸和弟弟 你要付出代价 掏出小手枪就对他啪啪啪的 练气课在一片混乱中提前结束了 张元清莫名其妙地被赵飞问枪击 被怀恨在心的袁婷袭击 被孙淼淼大骂 渣男 受伤我给你生孩子 折腾了半个小时 受伤的学员们治疗完毕 这部分人的命运干扰结束了 其中就有赵飞问 枪击失败之后 他被张元清暴揍了一度 肋骨被打断两根 左腿打断 支付了魔镜的代价 没有支付代价的学员 心惊胆战地离开了 中午食堂 张元清带着幸运项链走进食堂 本能地揉了揉胸口 仿佛还能感受到那火辣的疼痛 练气课结束之后 他第一时间返回寝室 向已经回归的银瑶郡主索要幸运项链 结果被赌气的郡主 拿小拳头捶了胸口 当场 胸骨尽断 打完人 引邀郡主认真检讨 诚恳道歉 察觉胸口有两处贯穿上 我便莫名地生气 恨不得撕了你 但打了你之后 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情绪过激了 非常抱歉 张远青当时心说 那你晚上是寝道歉呗 这句玩笑话没敢说出来 害怕命运又被干扰 他在窗口打了饭菜 拖着餐盘走向太医门三人组的桌边 就说 袁婷 帮我打碗汤 袁婷瞥他一眼 没空 你这样的态度 怎么让我放心把秘密告诉你呢 您是要七分水三分料 还是要七分料三分水啊 袁婷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 眉眼间透着阴晴 五五开 袁婷屁颠屁颠跑向窗口 张远青立刻就说 晚上八点 你俩来我房间 有重要事情相伤 妙妙 你一夜游过来 不要让任何人发现 女生宿舍和男生宿舍 一东一西 相隔甚远 赵春皇和孙淼淼对视一眼 两人极其皱眉 但是没有多问 点了点头 张远青拖着餐盘走开了 他目标明确地 到天下归火的桌边 笑着说道 晚上有点无聊啊 我喊了赵春皇和孙淼淼打牌 三缺一 你来不来 天下归火先是皱眉 拳击看见原始天孙 含笑不语的神态 心里一动就说 好 张远青又拖着餐盘离开 来到孤身独坐角落的 夏侯傲天 夏侯傲天宛如银唱般地说 走开 孤独是主角的宿命 强者以星空和孤寂为伴 朔者才会拉帮结派 八千万还了吗 夏侯傲天勃然大怒 原始天孙 你几次三番提这件事 是故意激怒我 好吧 你做到了 我只是想问问你 有没有兴趣 再欠一个八千万 张远惊讶低声一说 今晚我有个秘密行动 没有强者和命运不凡的主角 才能参与 你有没有兴趣 这种话术 无疑击中了夏侯傲天的兴趣点 什么秘密行动 现在不能告诉你 晚上八点来我房间 张远欣说完低头吃饭 不再说话了 晚上八点 404号房间 孙淼淼穿着船袜 盘腿坐在床铺 赵成皇双手抱胸椅着墙 天下归火坐在床角 夏侯傲天站在窗边 环顾房内众人不悦地说 袁氏天尊 你所谓的强者和主角 是不是太多了 天下归火 淡淡说 你邀请这家伙一起 我不得不怀疑 今晚或许真的要打牌 所以淡淡淡逗弄着怀里的小豆鼻 没有发言 赵成皇冷冷说 说吧 什么事 张远欣问 可想有耳 夏侯傲天 崖山副本里用过的耳机还有门 夏侯傲天嗡了一声 举出五副耳机分给众人 张远欣戴上耳机 在心里发声说 秦峰学院这个副本 还有一个隐藏任务没有通关 孙淼淼猛地抬起头 赵成皇愣了 天下归火 则是眯起眼睛 张远欣当即就把 秦峰学院的隐藏任务 就位于百兽岛湖底的秘密 告诉了他们 但隐瞒了他和高天员 相关的内幕 父亲杨长老弄到了 开启隐藏任务的钥匙 把他交给了我 委托我来秦峰学院探索 下午的时候 我曹总殷尸进去过 里面全是极品道具 但我的实力不够 无法通关 需要你们的帮助 老大 这个锅就给你了 背好啊 他把自己在尸门之后的 所见所闻就说了一遍 听完 屋子里面四人呼吸 都有些急促了 秦峰学院是主宰级副本 等级极高 隐藏任务又是那位 统一天下的史皇帝 里面的宝物得有多少啊 品质得有多高啊 如果能获得里面的宝物 在场所有人 都将迎来人生巅峰呢 尤其天下归火 他是纯草根出身 下后傲天大喜 传达出激动的念头 转化成声音 回荡在众人耳边 果然是主角才能享用的奇遇 很好原始天尊 你这人虽然傲娇嘴硬 但确实把我当老大 我很满意 天下归火的心声传来 傻乎乎的 孙淼淼心里嘀咕 这人脑子有病吧 原始明明把他当工具人了 诶 赵成皇居然没有内心戏 我还以为他是外表高冷 内心闷骚 可惜了呀 这是张元清的念头 这个天下归火和孙淼淼 永远别想见我的主角团 下后傲天把他们俩打入冷宫 然后耳机里沉寂了下去 众人默默地收敛念头 隔了几秒 张元清说 话先说清楚啊 如果攻略了帝宫 我拥有三次优先选择权 你们同意吗 此人默契地眼神交流 先后点头 天下归火补充说 但这要建立帝宫道具 数量足够的前提 至少人均都有一件的情况下 如果原始天尊选完 剩下的不够分配 那肯定不行啊 毕竟大家也是拼上性命的 没问题 张元清首选的是和金铜神术相关物品 其实优先选择一件就够了 条件谈妥 天下归火开始剖析局面 念头传来 首先 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绝对不能外传 其次 主宰级的隐藏任务 危险程度会很高 我们要想清楚 张元清适时打断说 危险确实很高 但我上午问过魔镜 他给出的答复是 此行能成 但非常危险 说明隐藏任务的难度 没有达到主宰剂 我个人的理解是 秦峰学院属于被攻略的副本 最大的危险已经被百花会解决 而隐藏任务的难点在于钥匙 而非危机 原始天尊做事还是靠谱的 众人点点头 第八百九十二期 天下归火 心里微松说 其次 我们要瞒过学院老师 焦人族的监视进入地宫 出来后 不能被发现 十五分钟显然不够 必须想办法延长时间 我认为 可以采取一些强硬措施 控制两名焦人 等我们离开地宫 最多就是再来一次大检查 学院老师只会以为 又有人私自潜入湖底 不会联想到 隐藏任务已经被攻克 我也这么认为 张元庆济于肯定回答 有件事我要补充 那天潜入焦人湖的不是我 另有其人 元氏天尊的话 让在场众人一惊 孙淼淼愕然说 不是你吗 刚才听元氏天尊 说起湖底地宫 他本能地以为 前天晚上的潜入者 就是他呢 天下归火 眉头紧皱说 这是一个隐患 但问题不大 接下来 众人开始商议行动计划了 赵承皇说 我和孙淼淼都有 夜游功能的道具 可以提供给你俩 但水鬼道具 你们要自己想办法 我自己有 夏侯傲天傲娇地抬了台下巴 张元氢立刻说 进千具兵勇怎么解决 以我的经验 就算我们能绕开 兵勇也会追杀我们 不清楚的话 他们会和台阶上的兵勇 以及长生宫里面的危险会合 到时候神仙难逃 众人沉默 张元氢频频给夏侯傲天打眼色 夏侯傲天假装没看到 张元氢说着恭维的话 夏侯傲天啊 该你出手的时候就不要犹豫 你可是主角啊 夏侯傲天面孔扭曲 笑 笑给我 他的表情好痛苦啊 随淼淼嘀咕声响 在众人耳边回响 赵承黄说 台阶上的兵勇 我能对付 但需要你们的帮助 晚上十点 手拉着手的五人一阴尸 轻盈地滑动四肢 在湖底前涌 阴瑶郡主复制白天的操作 让两名娇人陷入沉睡 旋即在他们额头 画了风灵符 这能确保两人娇人即便苏醒 意识也被困在石海 无法控制肉身 形如瘫痪 处理完娇人 张元清带着队友 游向石门 举出玉盘 陷入圆孔 纯净的光芒亮起 石门在声响中推开 一伙人鱼灌而入 沿着石阶迅速下潜 只用了十秒 就来到石阶尽头 看见了涌到了 剑气十秒钟展露一次 我来打头阵 第一道剑气落下之后 你们立刻跟过来 张元清召唤出紫金盾 刚刚举起 迈入涌道 剑光在黑暗的水底 一闪而逝 重重斩在紫金盾上 跑 张元清的声音在耳机里面响起 话音落下 孙淼淼和赵成皇 化作星光消散 直接来到涌道尽头 天下归火和下后傲天 操纵水流 鱿鱼般窜入涌道 迎遥郡主紧随其后 十秒之后 第二道剑光斩下 随身给两人保驾护航的张元清 已经举起紫金盾了 又是钉的一声 在第三道剑气展来之前 天下归火和下后傲天 冲出了涌道 一行五人 和假装自己是 无脑阴湿的银瑶郡主 钻出水面 来到洞窟里面 孙淼淼昂起头 仰望银河璀璨的苍穹 满脸的惊叹 天哪 其他人则直勾勾地盯着 助力在汉白玉石台上的电宇 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 下户傲天不自觉地心想 这里的宝石都抠下来 应该够还不少债了 张元清侧头说 先别上去 上去就会被兵勇攻击的 主角 你先组装大炮 下户傲天把目光 从方阵排列兵勇身上收回 有条不稳地取出部件 有长达两米 口径达十厘米的粗长炮管 有半人高的基座 有刻满皱纹的能量包 有瞄准镜 有脚链等等 他抡起锤子 找到卯钉等零件 乒乒乓乓地就敲打起来 五分钟之后 一架小型黑铁大炮 组装完毕 他有着一米高的基座 长达两米的炮口 延伸出船舰 一百毫米口径 带给人无限的安全感 末端是控制方向的手柄 炮身嵌着一个 明刻皱纹的能源包 用一根根两指葱的 线缆连接炮身 他半个基座浸在水中 因为时间倾斜的缘故 炮口斜向上 对准天穷 我们把他推上去 张元清和赵成皇 各抬一脚 没费多大力气 就把一吨重的炮台 拖上台阶了 大炮基座 落在石板砖那一刻 排列成方阵的兵友 齐刷刷地扭过头 僵硬的面孔 木然的眼睛 注视着入侵地宫的敌人 他们高举着长矛 青铜剑 沉默地展开冲锋 沉重密集 但不凌乱的脚步声回荡着 天下归火 孙淼淼和赵成皇 早已从原始天尊口中 知晓冰勇的强大 密集的箭矢 连山神都抵挡不出 长矛的刺激 能动穿四级阴尸 三人如临大敌 准备应战 下后 傲天不慌不忙地 操作手柄 调整方向 拧动炮口 对准冲锋而来的 冰勇军队 一脚踩下扳机 能源包上皱纹 迅速发亮 一股强大能量涌入炮身 一个宛如微缩太阳的 金色火球 从炮管内掠出 落在冰勇群里 爆炸形成的光芒 吞噬了冰勇 冲击波 摧枯拉朽的震碎 推倒冰勇 瞬间 在冰勇大军中 行出一片空地 下后傲天 接二连三地 摘下扳机 让一枚枚金色炮弹 落入大军之中 看着不断烟灭成 灰烬的冰勇 孙淼淼 微张小嘴说 这也太厉害了吧 你居然掌握了 这种级别的大杀器 天下归火和赵成皇 一脸惊愕呀 见状 下后傲天 志得意满 大笑起来 一旁的张元轻手 当然厉害了 这门大炮的能源包 是主宰机的 造价八千万 能发射十次 下后傲天 刚才踩了六下 四千八百万 就这么砸出去了呀 下后傲天 突然就笑不出来了 善然泪下呀 第八百九十三集 四千八百万 孙淼淼三人 不由地看向 泪如雨下的下后傲天 忽然理解了她的悲伤 孙淼淼和赵成皇 虽然是零二代 在她一门 想要极高的资源 四千八百万的材料 不论什么 她要论现金 她俩是拿不出 这么多钱的 要知道 大部分超凡阶段的道具 都不会超过千万 四千八百万 可以买两件 普通品质的胜者道具 虽然有市无价 未必能买到吧 但随手砸出 四千八百万 就算是他们 也做不到这般奢侈 够了 剩下的炮机留着 后续还有用 张元清阻止下后傲天的 设计行为 此时 兵勇数量不足三十句 一副孤勇者的姿态 汉不畏死地朝众人 发起冲锋 在他们身后 是满地的土块碎沙 一片狼藉 张元清留下 阴谣郡主保护下后傲天 带着天下归火 孙淼淼和赵成皇 迎向兵勇 轻易地解决了 这支残军 哇 好强啊 这些兵勇的力量速度 都有四级 孙淼淼一手握军刺 一手握大口径手枪 他这是标准的 星官道具配备 手枪配合星盾术拉扯 军刺配合夜游袭击 天下归火和赵成皇 目光落在原始天尊 雷谷紫金锤上 天下归火就问 你这是什么道具啊 这把小巧玲珑的南瓜锤 摧毁兵勇的身躯 赶成催枯拉朽 而他们即便配合道具 要打碎一具兵勇 也颇为飞沁 张远青随口解释出 专门破甲的极品道具 下后傲天撇下 阴谣郡主和大炮 匆匆跑过来 蹲在一具半岁兵勇旁边 沈氏说道 这些材料应该是土怪之业的 所以兵勇力大无穷 我刚才看了许久 发现这些兵勇 不是被植入了灵魂 驱动他们战斗的核心是什么 一定有一个主机 在操纵这些兵勇 如果能把这种技术学到手 将来我就能制造兵勇 征服世界 然而并没有人关心 学术方面的问题 张远青酷癌历史 信从通的问 所以使皇帝练制兵勇 是为了复活之后 再一次一统天下吗 天下归火说 显然不是 有没有可能 使皇帝统一六国 靠的就是这些兵勇 夏侯傲天连连点头 对对对 这更符合逻辑 原始天尊就是一傻瓜 一旁的赵承皇高冷说 不要浪费时间 当即众人撇下满地残破的兵勇 前往汉白玉高台 于台阶前驻足 张远青语速极快地说 我再重复一遍 台阶上的兵勇力量和速度 都比我们要强 他们的兵器和军弩是道具 他们的身躯打碎也会重组 弱点是他们没有技能 另外 这些兵勇有一个bug 他们只负责自己的区域 也就是说 第二排的兵勇 不会下来帮第一排 最多发射军弩援冲 队员们脸色严肃地点头 有条不紊地取出防御道具袋上 赵承皇取出兵勇收纳盒 沉重的半人高精铜盒 光荡落地 兵勇收纳盒 正是对付兵勇的力气 这件道具是主宰级道具 兵勇收纳盒的防品 其材质是货真价实的胜者品质 但不具备核心的掩饰特性 因此主要功能是收纳 当初擂台赛 赵承皇是利用了灵仆的特性 模仿掩饰的控偶术 取巧使用的 但兵勇收纳盒毕竟是防品 附带的收纳能力 仅限于盒子里面的兵勇 而台阶上的这些兵勇 实力强大 拥有自我意识 肯定不会乖乖地到碗里来的 所以需要人为打碎 然后再装进去 张元清高声说 淼淼 饮怪 孙淼淼迈开八字步 抬起手枪 碰碰脸上 银刻着破灵皱纹的弹头 准确无误地 击中最近两具兵勇 炸起淡金色光艳 以及细碎的黑纱 剑起的黑纱 尚未落地 便如磁石一般 回到兵勇的额头 下后傲天又惊又奇 兴奋大叫 真的会愈合 这是什么材料 左边那具兵勇 缓缓扭过头来 妄想袭击着 传达出夜游神 才能听见的声音 闪闯始皇帝 请攻者 死 说吧 一左一右 两具兵勇 骤然跃起 朝着孙淼淼的倒战 天下归火 掌心呼的腾起烈焰 浓缩成火球 右臂后拉 左腿前胯 狠狠突出火球 正中左侧 那具兵勇的胸口 轰的一声 那具兵勇被炸飞出去 肆虐的气浪和火光之中 天下归火身体浮现 火行 他眼中怒意燃烧 身体肌肉膨胀 赤红色拳头燃起的灼热火焰 重重砸在兵勇胸口 一时之间 火光闪耀 实现横飞 兵勇连连后退 黑土胶住的胸口 泛起暗红 散发着高温 暴怒状态下的 天下归火 正要乘胜追击 呼见兵勇 强行停住脚步 挥舞青铜剑 交向他的伯格 火魔的连招还没开始 就被对方更加强大的力量 强行打断了 天下归火 眉头一皱 这意味着 他最擅长的进战能力 是无法取得压倒性优势 青铜剑挥舞之间 发出凄厉的奸笑 天下归火一个矮身避开 让剑锋擦着头皮扫过 他正要弹动膝盖 撞向对方胸口 突然看见兵勇的另外一只兽 不知何时 已经摘下军弩瞄准自己 弓弦声凄厉 剑势击射而出 天下归火身前黄光一闪 旋即破裂 弩剑进入他的胸口 他心里一沉 原始天尊说过 台阶上的兵勇装备精良 军弩威力其大 但他万万没料到 圣者品质的防御道具 竟然挡不住一件 虽然受陷于经济 身上的这件防御道具 属于普通品质 可好歹也是圣者呀 凄厉的尖笑声再次响起 天下归火瞳孔中 印出锋利的青铜剑 这时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 猛地往后引拉 渐渐擦着天下归火的咽喉扫过 天下归火亮相站稳 侧头看去 救他的是那句 美艳绝伦的女音诗 银瑶郡主松开手 朝间蹬蹬跨步 一个凌厉漂亮的高梯腿 脚跟重中踹在 这冰勇的下巴之上 冰勇半张脸碎做黑纱 见得到处都是 抓住机会 天下归火沉沉嘀吼一声 每个毛孔都在喷吐烈焰 短发沐浴着赤红色火光 根根分明 暴怒着 他这则是真生气 火光一闪 天下归火轰然壮肿冰油 只听哗啦一声声响 坚硬陶土身躯四分五裂 这些残躯刚落地 便剧烈震战起来 见状 天下归火抬脚一踢 把一条腿踢向阴尸 自己则抱紧半边身体 狂奔向赵成皇大吼说 开壳 此时赵成皇 孙淼淼和原始天尊 刚好解决掉另外那具兵油 把他装入半人高的青铜河内 见天下归火和银瑶郡主 抱着残躯奔来 身后跟着黄裙般的碎沙土块 张元清召唤出疾风者手套 双掌往前一推 狂风骤起 吹散黑沙 孙淼淼枪法精准地 点射结构更大的土块 把他们紧数打碎 赵成皇一脚踢开青铜河盖 但阴瑶郡主和天下归火 把兵油半边身子塞入 连忙盖上 那些黑沙土块 似乎失去了目标 目愣愣几秒 再次震产 迅速凝结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 单臂单腿的残缺兵油了 冰油的脑袋歪歪斜斜地 立在紧盛的左肩 发出愤怒的精神波动 换我身体 换我身体 单腿蹦跳过来 没腿就不要乱蹦了嘛 张元清拎起它 正要塞入收纳盒 便听夏侯傲天说 等等 你先把它留下 容我研究研究 说着生怕原始天尊不答应 掏出一把道具匕首 在坚硬的兵油身躯 凿下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黑土 小块黑土在夏侯傲天 指尖剧烈震动 但是无法挣脱 夏侯傲天收起匕首 取出一个单片眼镜戴上 仔细地审视着黑土 解释说道 这副眼镜能帮我分析出 它的材质 文言 本来就有点不耐烦的众人 耐心等待起来 十几秒钟之后 夏侯傲天倒抽一口凉气 孙淼淼盲手 你研究出这是什么东西了 没有 孙淼淼心里吐槽说 那你抽什么凉气啊 夏侯傲天松开手 让小块土回归 陈生说道 材质的特点是坚固和雌性 同时拥有强大的生机 所以可以文养魂魄 这些兵勇永远不会损坏 不管打碎多少次 除非炼器师出手熔炼 我初步怀疑 他们是传说中的西壤 赵承皇吃了一惊 西壤 不怪职业传说中 至高的材料 夏侯傲天点点头手 我猜测 制作兵勇时 应该混入了少量西壤 非常非常少量 拿西壤练兵勇 简直抱舔天物 使皇帝真是个败家子 发财了呀 所有人脑海中闪过这个念头 看向台阶上 众多兵勇的目光 充满了火热和贪婪 你们有没有治疗道具 天下归火拔出弩剑 捂着鲜血淋漓的胸口 皱眉说道 我只有超凡品质的木妖道具 无法让伤势瞬间痊愈 这会影响我的战斗状态 张元清当即抓出山神权杖 将顶端碧绿宝石抵在他胸口 一阵柔和绿光闪过 天下归火左胸的剑伤止血 急而恢复 他朝张元清汗手说 多谢 张元清正要回应 忽听身边的孙淼淼 语气古怪地说 约氏天尊 你 你好变态呀 众人先看向孙淼淼 再顺着孙淼淼的目光 看向元氏天尊的下半身 哎呀 帐篷高的 让人折舍 张元清收起山神权杖说 这是道具的代价 不是我对天下归火有感觉 别冤枉人呐 哎 你好像特别关注我呀 是不是看了魔镜的预言 想给我生孩子呀 孙淼淼催他一通 呸 你滚你滚 接下来 五人一师 重复刚才的战术 逐一将冰勇收入青铜河 当一群人登上牌坊时 赵称皇已经是红光满面 因为元氏天尊他们答应 青铜河里的兵勇都归他所有 相当于提前分了战利品 如果长生宫里的收获不多 那么赵称皇需要补偿大家 若收获足够 他就少分点道具 对于赵称皇来说 只要把这些兵勇练成傀儡 他就能一直用到六级 实力暴场 而对张元清等人来说 没有收纳盒和特殊领仆 兵勇对他们意义不大 与其拿出去卖钱 不如顺水推舟做人情 张元清算了算时间 从进入地宫到现在 过去十三分钟了 推进得很快 这是他单枪匹马做不到的 有队友就是顺利啊 换成我一个人 根本不可能这么轻松通关呢 他抬头看了看牌坊上 水晶鹅扁术挂着的铜镜 这面镜子也是道具 功能很特殊 能照出页游 我建议先别动 等解决掉这里的危险 再收起来 免得发生意外 未知的 高难度的副本里 少做少错 他的提议获得了众人一致认可 这便是队友靠谱的好处 不会因为钱财起内讧 不会在意见不统一的时候 闹分歧 众人登上汉白玉高台 看见雄极巍峨的宫殿 这是一座独栋的寝宫 地基高约两米 主垫高六米 铺着金瓦 楼梯以青铜和木材结构为主 寝宫门口立着两尊三米高的青铜兵友 身披单片甲 一人手持青铜剑 一人手持长矛 夏侯傲天嘴里嚷嚷着 什么 颜牙高拙 勾心斗角 这类词汇 给队员们讲解着秦代建筑的特色 但没有人搭理他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 两尊守门神上 夏侯傲天只得结束科不说 打败这两尊兵友 应该就能通关隐藏副本了 寝宫是始皇帝居住的地方 秦代律法严苛 不可能会让守卫镇守殿内 你们说 始皇帝的尸体会不会在里面 闭嘴 张元清冷冷说 不要乱插气 他宣气睁开心谋 打量队友们的面相 所以淼淼因姚郡主 和天下归火乌云盖顶 暗含血光 这意味着 受伤必不可少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夏侯傲天是乌云盖顶 没有血光 也是 他一个弱姬方氏 不用重逢陷阵的 张元清再看向赵承皇时 瞳孔一缩 赵承皇的面相 血光冲天 死结 孙淼淼尖叫说 赵承皇 你要死了 他也在用星象术 观察队友们的面相 这时 离于殿外的两尊巨型兵勇 僵硬地拧过头来 左边那具守着青铜剑的兵勇 传达出精神波动 最后三个字 如同惊雷般炸开 众人脑子里嗡嗡作响 瞳孔呈现涣散 震慑 剑客的震慑 几秒钟之后 修行纯阳洗身路的张元清 率先回过神来 他的视野里浮现出巨型兵勇 高大的身影 看见他已经突进到赵承皇的身前 泰然斩下 赵承皇的身体被抛成两半 温热的脏气滚了一地 温热的脏气 搏动的心脏 齐眼的鲜血 哗啦啦的流淌于地 深深映入张元清的眼睛 映入他的脑海 他知道 这趟地宫之行非常危险 知道大家随时可能会死 但看着赵承皇死在眼前 还是让他难以接受 各种情绪翻涌 愤怒 惊恶恐惧 以及愧疚 尽管行动之前 他就反复提醒行动的危险 尽管大家都是成熟的临近行者 见惯了死亡 但赵承皇的死 依然和他有巨大干系 因为队友是他挑选的 是他引着赵承皇 踏上这条死路的 这一幕同样映入 回过神来的孙淼淼 天下灰火 和下后傲天眼中 一股巨大的寒意 在众人心中生起 六气 一剑秒杀赵承皇 这具巨型兵勇的战力 毫无疑问 达到胜者阶段的巅峰了 但是应该没到主宰 不然现在死的 就不只是赵承皇 而是所有人 我操 张元经咆哮一声 仿佛受到刺激 纵身掠起 雷鼓紫金锤 砸向巨型兵勇脑袋 他速度极快 宛如弹动强壮后制的炸蚝 残影一闪 便扑至巨型兵勇眼前 雷鼓紫金锤奋力砸下 巨型兵勇偏了偏脑袋 雷鼓紫金锤砸在了右肩 打出细密的裂缝来 遭受攻击的巨型兵勇 挥动手臂 青鸿剑横扫 快如闪电 张元经身躯腾空 避无可避 电光火时间 又来不及施展星顿术 剑光一闪而逝 伴随黄蒙蒙的光运破裂 待在胸口的不屈者护镜 被削成两半 直接损坏了 张元经的身躯 见起夸张的水花 他本来被一剑斩断 阴阳法刨救了他一命 当然 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件道具 他才敢冒险的 飞剑的水花瞬间回归 恢复成血肉之躯 张元经心里也寒怒火顿消 来不及心疼道具 连忙施展星顿术 他化作星光 与牌坊下方凝聚 手握雷骨子金锤的右手 虎口均裂 鲜血长流 小臂骨裂 这让他提前结束了 小南瓜的使用时间 雷骨子金锤的共振功能 作用在敌人身上同时 也作用在主人身上 因此只能使用十分钟 超过十分钟 身体会在共振状态下 化为七分 如今小臂骨折 若再使用雷骨子金锤 整条手臂会当场报废的 张元经一眼扫去 恰好看见阴瑶郡主 被长矛高高挑起 看见孙淼淼和天下归火 横飞出去 前者右臂扭曲 后者胸部凹陷 队伍瞬间大败了 这时 他听见身后传来 赵成皇凝重的声音 你太冲动了 如果不是有这袍子 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扭头看去 正是黑衣黑裤的赵成皇 你没死 张元清又惊又喜 再看向原地的尸体 温热的内脏和七雁的鲜血 变成一地黑灰了 看着原始天尊 欣喜的神色 赵成皇脸色罕见的柔和 太爷给了我一件替死道具 无骨师职业的消耗品 说完之后 他面皮抽搐补充说 价值三千万的消耗品 这样的道具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不可能再拥有了 等于白白交代了一条命了 反正没死就好 张元清立刻朝阴瑶郡主等人高喊 赵成皇还活着 先撤退 率先化作星光顿草 天下归火 孙淼淼和阴瑶郡主 都有顿术 说走就走 没有顿术的夏侯傲天 早已背上喷气式背包 纵身跃下百米高的 汉白玉高台 这会儿残兵败将 没敢回头 拼滚尿流地逃回水潭边 见两具兵勇没有追来 这才驻足歇歇 尽管有伤在身 但孙淼淼满脸开心地说 你太爷哪里搞来的 去死道具啊 我让爷爷也弄一个 赵成皇实话实说 不知道 两人口水化对打间 张元清取出山神权杖 治疗天下归火 孙淼淼的伤势 然后 担长按住 银瑶郡主的肩膀 度入太阴之力温养 夏侯傲天 焦急地来回走动手 那两剑兵勇是六级 而且岂可能是六级巅峰 这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跑路吧 孙淼淼不甘心说 四千八百万就这样砸水里了吗 不 砸冰涌里了吗 夏侯傲天嘴角一阵抽搐 心痛到难以呼吸 怒道 别提这件事 天下归火盘坐在水潭边 缓缓说道 我损失了一件圣者品质的道具 夏侯傲天损失了四千八百万 赵承皇损失一条命 原始天尊损失一件道具 如果这时候放弃 你们甘心吗 反正我不甘心 夏侯傲天抓狂说 都说了不要提钱 八千万我还没还呢 现在又签四千八百万 我什么都没得到 却欠了家族一点二亿 可是不甘心又能怎样呢 六级杀你们 就像土狗一样简单 而且他们身体里的吸壤含量更高 无论打碎多少次都会重组 走吧 欠钱总比没命好 哼 你不是主角吗 主角就这么怂 主角才要审时夺势 没脑子的都死了 不配当主角 正争执呢 忽然一气响亮的巴掌 打断了众人 寻生望去 只见原始天尊 又脸颊高高肿起 他被自己的阴尸 删了一巴掌 吓后傲天气道 哎呀你搞什么鬼 张元清随口敷衍 没人 打一巴掌 踢踢踢神 默默地和阴妖郡主 拉开距离了 他还打是有原因的 短时间内两次使用 山神权杖浴火灼身 越来越觉得郡主 眉清目秀的 秀色可参的 于是没忍住 摸了阴妖郡主的 胸和屁股 正想贴上去蹭一蹭 但是被一巴掌 给删得清醒了 哎呀 很痛 但浴火焦了不少 短时间内 不能再使用山神权杖了 不然就不是一巴掌 能够删清醒的呀 那时我大概会用墙 然后说 摩君渴望 我亦渴望 然后队友们就会看到 我原始天尊 被自己殷尸追杀的场面 当然 猫王银香至今都没播放 郡主和摩君的往事 我也不清楚 摩君到底有没有敢试 张渊清心里嘀咕着 真的吗 孙淼淼显然不太相信 这番说辞 她凑了过来 审视着银瑶郡主说 你这个音试不简单呀 我刚才看她 施展星顿术了 第八百九十六集 张渊清扯谎 然后迅速岔开话题说 哪是倒具的作用 刚才我注意到 两具兵勇比台阶上的 兵勇高级 拥有技能 但不齐全 这是好事 如果是正儿八经的 六级巅峰 咱们可以直接选择撤退了 要摧毁那两具兵勇不难 我们有大炮 以及我的雷爆炮 破坏力是够的 难得是如何阻止 他们复原呢 赵正皇 你的收纳盒 能镇压那两具阴尸吗 赵正皇摇了摇头 更大的可能是 收纳盒破损 然后所有兵勇 一起冲了出来 这就难办了呀 就刚才那具 兵勇的攻击力来看 阴阳法袍的阵法 困不住他们俩 小红帽虽然自带空间 可小红帽也收不走 比自己位格更高的存在 八指镜虽然是主宰道具 但功能不是封印 张远青一时犯难 他们中没有镇压 六级的极品道具 天下归火说 夏侯傲天 你是方氏 这方面的难题 该由你来解决 大伙心说 这锅甩得好 什么我想想 什么我想想 夏侯傲天皱起了眉头 拍到脑袋 自言自语般地分析说 他们几乎不会被杀死 他们有灵魂 但灵魂均匀分布在区窍里 由熙壤温养 夜游神的手段 很难对他们奏效 咱们应该没有封印 镇压六级圣者的道具 想要以弱胜强 就必须另辟蹊径 怎么说 众人精神一振 心说 这家伙虽然有严重的性格缺陷 但专业素养 还是值得肯定的 夏侯傲天说 利用五行生克的眼里 熙壤虽然是制高材料 但依然要受到 木属性力量的克制 所以理论上说 我们只需要有品质 足够高的兽王道具 就能克制他们 功能必须是植物系的 比如让熙壤长满植物 植物会吸收吞噬熙壤的力量 从而弱化它们 张元清说 山神职业的可以吗 植物系的 它倒是有一件兽王手镯 可这件道具的品质 是属中上 而且功能也不是植物系的 重点不在于植物 而是能吸收 吸壤力量的植物 山神是土怪之业的 催生出的植物 没有这种力量 大眼睛的孙淼淼 举起手说 啊 我有 我有鬼脸疼的种子 是百花会的 大长老培育的种子 它们落地就能生长 嗜血成性 擅长束缚敌人 我兑换它们 本来就是为了弥补 新冠欠缺群体攻击技能的短板 百花会和太一门关系最亲近 赵承皇淡淡说 鬼脸疼的品质 不足以压制六级的兵勇 张元清眼睛一亮 不 可以 我的山神权杖可以异化植物 让它们获得巨大的增幅 当然这还不够 以兵勇的实力 鬼脸疼刚生长出来 就会被清理掉 所以我们要在打碎兵勇之后 散播种子 鬼脸疼对付不了完整的兵勇 但对付满地的碎渣应该问题不大 夏侯傲天猛然击掌 可行 于是 在制定详细的制敌计划之后 异性人再次踏上正程了 夏侯傲天雄啾啾气昂昂的 前头带路 天下归火和赵称皇 抬着沉重炮台 落在后面 走在中间的张元清心想 毛王音箱如果在这的话 肯定会播放 心惊动魄的BGM来助兴的 可惜他不在啊 此时 他身披阴阳法袍 脚穿厚土靴 颈带幸运项链 双手戴着疾风者手套 手持紫金盾 重新返回长生殿前 两尊高大兵勇 静静助力在殿门前 助手着空荡荡的寝宫 如同过去无数岁月那样 大炮机座重重落下 发出沉闷的响动 整个地面一震 同时拿尊兵勇扭过头来 望向这群手下败将 震荡出精神波动 擅闯使皇帝请攻者 杀无射 又是震慎 等机压制下 尊淼淼等人不可避免的 意识震荡陷入呆滞 只有张元清 在震慎来临之前 屈指点在额头 固然之间 蓝色的颜料浮现 以额头为圆点 迅速扩散至整张脸 黑白二色 与眼部嘴部勾勒出一张 机傲不逊 永不屈服的脸谱 蓝脸耐力提升50% 豁免三次精神类攻击 扛住震慑技能之后 张元清就望着 化作彩影奔来的巨型兵友 不慌不忙地 抓住披在肩膀的阴阳法袍 手术甩向天空 水火大阵降临 将双方囊括在内 火阵中 升起一尊赤色陶土人 手持紫金盾 迎向巨型兵友 嘴里哇哇大叫着 你的死期到了 我们有了详细的记望 另外一遍漆黑陶土人 双手戴着疾风者手套 掀起虚幻的海浪和狂蜂 卷向长矛兵友 他成功抵挡对方两秒 然后被一毛刺穿 哗啦啦爆碎 赤色陶土人身后阴气涌度 身穿嫁衣的鬼心娘 忽向青铜剑兵友 试图阻止他的途径 但是他刚刚附身 便被弹了传 双方位格相差悬殊 无法附身 实践的兵友奔至 朴实无华的一剑斩下 火焰陶土人 举着紫金盾 嘶啦一声 一阵让人 牙孙的金属扭曲声里 紫金盾直接被削去了半块 火焰陶土人 半边身体爆碎了 这时铺天盖地的火焰 此赤色陶土人身后掀起 浑身燃烧的天下归火 从陶土人头顶掠出 一剂冲拳 砸向兵友面门 此刻 在暴怒者和火焰大阵的加持下 爆发力直逼四级巅峰 烈焰层层暴跌 在兵友脸部炸开 三米高的身躯 一阵亮强 强大的反弹力量 让天下归火倒飞了出去 右臂骨头折断 在他倒飞出去了同时 孙淼淼手持一根阴气缭绕 由灵符凝聚成的虚幻长鞭 大步奔出 扬起手臂 雪白浩腕狠狠一抽 长鞭抽在兵友的脸部 抽得他身躯一僵 打身边能打一切有灵魂的事物 只是兵友的灵魂 均匀分布在西壤身躯之中 效果会大打折扣 但孙淼淼要的就是短暂的控制 下吼凹天大吼 上开 张远青等人的攻击 为他创造了瞄准的事情 孙淼淼和天下归火同时伸展盾数 而赤色淘土人则奋不过身地 护向三米高 青铜剑兵友抱住他的双腿 淘土人的身高 恰好能抱到这个位置 下一秒 宛如微缩太阳的金色火球 呼啸着撞在青铜剑兵友身上 紧接着是第二位 金色的光芒层层叠叠地反涌着 肆虐着 两具人勇率先撕裂 然后是阴阳法阵铸成的壁垒 在主宰级能量薄加持的炮击之中 阴阳法阵壁垒第一次 就这样的陷住去了 半空中法袍缓缓地飘落 覆盖在张远青的身上 赵正皇指尖弹出乌黑锋利的鬼爪 皮肤转为青黑 一根根青筋暴突 杭博的阴气化为寒霜 凝结于地面 他化作星光消散 出现在长毛兵勇身后 双手猛然也划了 细杀碎石纷纷地落下 长毛兵勇回身直踹 正中赵成皇胸口 瞬间将他踹飞出去 他刚欲追击 手持山神权杖的阴阳郡主 攻天而降 藤万交织的木杖树坯 空气发出尖笑声 兵勇腾起长毛 阴阳郡主震飞出去 长毛兵勇一时连连后退 第八百九十七集 郡主本身的位格 加上山神权杖的怪力加持 勉强与这尊可怕的兵勇 斗了个平手 赵成皇杀了回来 陪着阴阳郡主 蝉处长毛兵勇 有了寿王手桌的平衡 灵活力量增幅 有山神权杖的怪力加持 他惊讶地发现 原始天尊的这具阴尸 竟能勉强充当其主力了 好强 原始天尊哪里弄到的 这具阴尸 赵成皇一阵羡慕 旋即压下不合时宜的情绪 专心辅助 肉身回归的瞬间 张远青冲着不远处就喊 赵成皇后退 我要施展一货了 他这是在提醒赵成皇 要撤回阴尸了 此时金色光艳散去 黑色的碎块细砂铺满地面 远处近处坚勇 最大的一块残区是小腿 青铜剑兵勇几乎粉身碎骨 早已准备的孙淼淼深入口袋 抓出一把黑色的种子 抖手甩出 黑色种子洒豆般地泼出 噼里啪啦滚落在地 他们自动寻找 周围可供生长的能量 纷纷依附在冰涌残区之上 迅速生根发芽 仅仅几秒 一条碧绿的藤蔓便铺满地面 藤蔓长出一片片绿叶 叶片上有着宛如恶鬼般的黑纹 铺满地面的藤蔓 剧烈颤抖着 抖动的根源不是他们 而是底下的土壤 他们竭力地想重组身躯 但鬼脸藤的根茎 限制这种本能 双方陷入了拉锯战 银摇郡主见状 当即后退 将手杖顶端碧绿宝石 遥遥对转鬼脸藤 激活了异化功能 悠悠的绿光一圈圈扩散 鬼脸藤沐浴着绿光迅速生长 变得愈发茂盛 绿叶上的鬼脸黑纹 也显得愈发的争鸣 黑纱碎快彻底停止颤动 宛如死期 好 奏效了 快走开 前一个声音是下吼傲天 后一个声音是来自赵成皇 失去银摇郡主的纠缠 长毛兵勇逼退赵成皇 气势汹汹地杀向重人 这家伙智力不高 控制他 我来解决 张元清手忙脚乱 拨掉厚土靴 取出滑斩鞋 下吼傲天也手忙脚乱 调转炮口 孙淼淼化作星光 出现在长毛兵勇的身后 抡起虚幻之边 他刚做出这样的动作 兵勇豁然回身 手里长毛一气 犀利回马枪 动穿孙淼淼的胸口 他身上那件防御道具 几乎没发挥作用 直接被摧毁 长毛的尺寸非常夸张 他是为了配备 三米高巨型兵勇铸造的 因此 被长毛动穿的孙淼淼 享受到了不是透心凉 而是脊椎骨心脏 肺部胃部 统统被捅出体外的空荡荡 孙淼淼瞳瞳瞳瞳瞳间暗淡 这样的伤势 就算生命力强大的新冠 也必死无疑了 但在下一秒 他的毛子迸发出明亮的光芒 炯炯有神 他双手死死抓住长毛 高声说道 开炮 赵成皇 把我的灵体带出去 交给爷爷 我要转灵谱了 他已经没有抽身后退的机会 兴许是回光返照 孙淼淼的力量奇大无比 死死拽住长毛 并永一时间竟没能抽回来 好样的孙淼淼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下后傲天一脸悲壮地踩下扳机 你真的还开炮啊 张远青及时反应过来 一脚踹在炮口 萎缩太阳般的金光射向天穷 在穷顶炸开 无数宝珠明珠速速掉落 张远青旋即化作星光 出现在孙淼淼的身边 他一手抓住长毛 参与绝力 一手抬起 远处半面盾牌呼啸飞来 把自己送到主人手里 紫金盾融化 塑形成大口径手炮 30厘米的炮管充满了威慑感 张远青抠下扳机 枪口发出滋滋声 紫色电弧跳跃 一团深紫色球状闪电 击挡而出 略向兵涌 与此同时 孙淼淼抽出了打神鞭 肆虐的气浪炸开 一道道电弧呈波状闪烁 在平面空间中延伸着 兵勇上半身炸碎 论破坏力 球状闪电 差不多是胜者阶段的天花板 张远青旋即发射出 第二枚第三枚球状闪电 将兵勇彻底炸成碎片 他没有停顿地收起雷爆炮 一手搂住贪软的孙淼淼 一手从他兜里摸出 紧剩的一盆种子 活洒出去 种子滚落余地 自动寻找养料 在黑色碎块上扎根 迅速生长 拧完一遍的阴瑶郡主 立刻激发权杖的异化功能 张远青没去看这一幕 小心翼翼地放倒孙淼淼 第一声说道 别怕别怕 我能救你 他从物品栏取出一罐 生命原液 孙淼淼艰难地抬起手 推在他的手臂上 我 我没怕 我 怕不怕都无所谓了 张远青不想听他废话 打开他的手 迅速将一罐生命原液 注入颈部静脉 这只生命原液 是谢家报酬的一部分 孙淼淼乌黑明亮的毛子 默默地凝视着他 原始天尊这家伙 有时候还挺温柔的 几秒之后 苍白的脸蛋 渐渐恢复血色 空荡荡的胸腔里 细胞快速分裂 血肉生长 随着张远青拔出长矛 他的脏气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生长在胸腹 孙淼淼感受着生命力 逐渐恢复 依旧躺着 注视着原始天尊说 我刚才是想说 我自己有生命原因 行吧 你还我一只 孙淼淼傲娇地扭过头 嘴角微微翘起 不给 张远青大怒 正要索要 忽然被眼底风光吸引 低头看了几秒 嘀咕说 难以置信 孙淼淼一愣 旋即意识到什么 急忙捂住胸口 红着脸大骂 哎呀 臭流氓 孙淼淼看着一脸又想 没想到是个C气啊 张远青不动声色起身 扫过两处鬼脸藤外覆盖的区域 冰涌的残躯碎片 已经被完全压制 成功了 破天的机缘 等着奔出去 众人稍作修整 等孙淼淼状态完全恢复 小心谨慎 又怀揣激动 推开长盛宫的殿门 使皇帝寝宫里面 会有什么宝贝呢 沉重的殿门缓缓敞开 老旧的门轴发出 牙酸的响动 一股沉腐的气味扑面而来 殿门之后 是一座九根青铜柱支撑的主殿 地面落灰 宽敞苍凉 尽头是高高的基座 摆着王座和宽暗 通往王座的路上 左右各立着九尊青铜雕塑 穿着宽袍大袖 呈功身姿态 主殿两侧分别是 静室 暖阁 寝宫 茶室 宦官房等 张元清等人在前殿转了一圈 没有收获 毫不犹豫地绕去后点 后点有两扇青铜门 张元清和天下归火一左一右 双掌抵住青铜门 一点点推开 厚重的青铜门 一点点敞开 直至全部打开 店内烛光明亮 树石盏油灯静密燃烧 带来橘色的光月 照亮店内的事物 吞口水的声音在门口不断地响起 第八百九十八起 青铜门后是一间藏宝库 里面的一切都透着岁月沉淀出的气息 古色古香的书架 博古架 绣着玄鸟图腾的地毯 一尊尊宫女青铜雕塑 躬身而立 手里托着水晶琉璃盏 烛光如斗 散发柔和明亮的光月 地毯的尽头 正对店门的是一座神龛 其上挂着一幅古画 画中是一位婉约秀美的神女 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身侧立着一尊三足青铜炉 神龛的箱岸上 摆放着两盏水晶琉璃灯 以及一个黑色木盒 神龛两边是壁龛 壁龛内摆放着一只只 四角包裹金边的箱子 地毯两侧 是一排排博古架书架 其中摆满古物书籍 琳琅满目 而在距离众人最近 也就是临近门口的位置 整齐排列着一只只 半人高的木箱 门口吞咽口水的声音 好一会儿才停下来 吓唬傲天颤声说 都别动 先让我品鉴一下 不要抢 千万不要抢 大家要有秩序 不要内讧 是你想哄抢吧 我也想 嗯 孙淼淼目光发指 天下归火的手 不停地颤抖着 张元清深吸一口气 看了看队友们 发现他们眼里充斥着贪婪 我现在的表情 应该不比他们好多少 身后悔为什么要邀请他们 钥匙是我出的 隐藏任务也是我发现的 凭什么要分给他们呢 冷静冷静 不能被财宝迷了心窍啊 张元清又吸一口气 取出鬼镜 握在掌心 顿时心中的邪念和贪念 潮水般退去 念头通打 心神一清 各位 为了保证我们不内讧 请你们握住他 张元清把鬼镜递给身边的孙淼淼 孙淼淼接过鬼镜 眼中的激动和贪婪快速消散 他如是重负地吐出一口气来 接着 夏侯傲天天下归火和赵承皇 逐一握住鬼镜 获得闲者时间 理智占领高地 众人打开门口的大木箱 里面装的都是一些寻常的财物 什么布帛 刀壁 玉器 金饼 银块 足足三十箱 夏侯傲天说 发财了呀 这些东西搬出去卖 别说一点二亿负债 一百二十亿负债都是小意思 念念不忘自己的负债 这家伙显然很爱钱呢 泽淼淼等人心想着 对于这些东西 众人虽然喜爱 但是也不至于难以自拔 竟只走向博骨架 夏侯傲天随手打开一个愈合 发出尖锐的叫声 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上帝啊 赤火精砂 竹宰机材料 赤火精砂 张元清吓了一跳 心说 差点以为时常虚空降临了 探头看去 玉盒里面满满的赤色沙力 散发着高温 扭曲了空气 天下归火 眉毛跳动 满脸激动说 赤火精砂是火师之夜 主宰集的材料 能当燃料 炼器 炼丹 最不济的 面对敌人是洒出去 也能把圣者烧成骨灰 见他如此激动 张元清默默地把鬼镜递了过去 这是毅然一报物品 夏侯傲天小心翼翼地和上玉盖 放回原位 突然孙淼淼尖叫说 红玉 约翰太阳之力的红玉 众人寻声看去 只见孙淼淼手里 高举一块雕龙刻缝的赤红玉佩 玉佩乍一看没什么 盯得久了 眼神会产生刺痛感 如同被烈阳灼伤 天下归火 默默地把鬼镜递给孙淼淼 接下来 在夏侯傲天的带领之下 众人逐一品鉴 薄骨架上的物件 辨别材料 是一位方式必备的素养 他们一共发现 九种主宰及材料 其中包括拳头大的西壤 当然也有非灵境材料 一些较为纯粹的古董字画 但都价值连城 按照夏侯傲天的评估 随便一件拍卖 都能卖出几个亿的价格 就金钱方面来说 那些非灵境材料的古董 甚至比灵境材料还要值钱 两者间的区别 在于历史价值而非灵力了 看完薄骨架上的东西 这次不需要张元清提议 众人默默地轮流握持轨境 进入贤者世界 接着他们走向另外一边的书架 书架上的古籍 全部都是修炼秘籍 不是被古代修行者 视作根基的图纳书 而是法术 类似纯阳洗身路这种秘法 涵盖了八大手续之业 三大邪恶之业 有让天下归火无法保持冷静的 赤焰离火刀 有让下后傲天激动难耐的炼气篇 云海丹方 以及让三位新官掩馋的 星斗八术 张元清说 这些法术 是古代修行者开创的技巧 也是他们凌驾于 灵境行者之上的仪仗 在鬼境的影响之下 他们没有沉迷法术 心情激荡地走向神龛 以及神龛两边的壁龛 很显然 能被供奉在那里 箱子 盒子里面的东西 绝非反悟了 张元清大步走向神龛 伸手拿起向岸上的墓盒 当着众人的面打开 铺着黄绸的盒子里 静静躺着一块巴掌大的圆玉 此玉漏雕着两条循循如生的龙 两只龙头 争夺着中央那枚红色宝石 张元清拿出圆玉 握在手心 几秒之后 物品信息浮现 名称 双龙玉 类型玉器 功能是问号 介绍 始皇帝才守山之玉 命工匠打造的玉佩 据说玉器中的神血 是远古时期 蛙黄的心头鞋所画 备注 从古至今 没有人参悟他的秘密 始皇帝是距离真相 最近的一个 蛙黄的心头鞋所画 果然是蛙黄 果然在这里啊 张元清心里涌紧难言的激动 父亲杨和他的猜测得到验证了 当年始皇帝通过神血 参悟了他的秘密 得知高天园里藏着蛙黄遗留的宝物 所以派巡抚打着寻不死药的名义出海 巡抚不负帝旺地找到了高天园 但他想独吞高天园里的宝贝 于是返回中原 试图从始皇帝那里骗到神血 其间过程不知 也已经无法考证了 结果肯定是没有成功的 最后的结果是 始皇帝建造了这处帝宫 以高天园玉盘为钥匙 设下了禁止 从这个结果来看 须浮未必没有成功 他大概率成功忽悠了始皇帝 但后续的发展是 秦二世而亡 楚汉争霸 须浮遗憾作画在高天园 大概巡抚也没想到 秦帝国会亡得这么快吧 第八百九十九集 这件东西我要了 张元清甚至不给队友们 查看物品属性的机会 收入物品栏 环顾众人就说 我有三次优先选择权 天下归火张了张嘴 最后没说什么 孙淼淼和赵成皇保持沉默 下后傲天最没逼处地说 你倒是让我看看属性啊 对于他 张元清毫无心理负担地拒绝 不给 旋即他将目光头像挂在墙上的画作 仔细打量之后 瞳孔萎缩 内心发涌起巨大的震撼 画像称的神女他不认识 猜测可能就是所谓的蛙黄了 但真正让他心潮澎湃的 是婴儿和三族青铜卢 这婴儿和谢家的圣鹰很相似 简直唯妙唯小 而三族青铜卢他见过 连三月的百炼熔炉 我记得百炼熔炉的物品属性上说 百炼熔炉是上古流传下来的炼器炉 是大能专用的丹炉 无数耳熟能详的道具都出自他 张元清结合炉子的属性介绍 心里有了猜测了 百炼熔炉和圣鹰是远古时期 这位蛙黄的道具 他收回目光看向夏侯傲天 明知顾问地说 画里面的是谁 夏侯傲天本能地分析起来 秦代信仰的是上帝和祖先 以神权巩固政权 以祖先象征血统 画像上的女人应该是位神领 孙淼淼问了一句 那时候就有上帝了吗 一看你就没什么文化 我说的上帝指的是浩天 也就是老天爷 那什么教的上帝 是中义后的名称 跟我们古人理解中的上帝 不是一回事 你也可以理解成名称道用 停顿一下就继续说 但我不记得秦代 有信仰哪位女神呢 非要扯一个的话 大概是女娲 天下归音火开口说 或许就是女娲 你看她抱着一个婴儿 传说中 人类就是女娲 用妮人捏出来的 还记得临经历史课吗 院长说过 神话传说中 唯一可以确认 真实存在过的人物 叫蛙皇 孙淼淼皱起眉头说 你的意思是 蛙皇就是女蛙 不等天下归火开口 下后浩天点头说 对 不出意外 蛙皇就是女蛙 那尊青铜炉就是证据 另外 她看向天下归火 你脑子这么快 一点都不像伙食 红七哥说的没错 你果然是伙食之耻 你可闭嘴吧 张元庆即使打断 可能发生的内讧 就问他 怎么说 下后浩天在炫耀真实方面 从不弱于人 覆手而立说 在灵敬行者的概念里 当炉炼器炉是学士的象征 而在神话传说中 女娲还有一重身份 技艺高超的炼器师 最耳熟能详的例子 就是她炼师补天 女娲 蛙黄 灵敬行者 再结合画上的丹炉和婴儿 我们可以推测出 蛙黄修的是乐师和学士 有理有据啊 张元庆捧了一句 而后说 看看壁看里面的东西 众人离开神龛 走到壁看前 各自选了一个箱子打开 箱子上挂着金铜兽头锁 张元庆握着锁身 掌心发力 轻易地拧了下来 她打开箱子 里面是一件纯黑的莲蓬衣 也就是斗篷 绣着金色的云纹 华丽美观 触感丝滑 又极具质感 很适合穿出去耍裤那种 张元庆展开斗篷 物品信息浮现 名称 宫廷剑尸斗篷 类型防具 功能增幅 介绍 史皇帝为秦国第一剑客制作的斗篷 历时三年完成 然斗篷制作完成时 那位剑客已经判处秦国 使皇帝甚为遗憾 将他封锁在宝库中 另外 专注是剑客的必备修养 备注 斥后剑客掩饰的所有技能 增幅百分之四十 张元庆目光发愣 斥后专属 主宰及极品盗权 所有技能增幅百分之四十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是越级战斗 同级无敌的概念呢 本身的能力 再增幅百分之四十 拥有这件斗篷的斥后 直接比肩巅峰之业 而这种增幅 在竹仔级依然是有用的 极品中的极品呢 可惜啊 是斥后专属 按照备注来看 他对其他职业毫无价值 张元清心说 正好可以送给父亲杨啊 就算是钱公子 也不可能有一件 主宰级的极品道具吧 毕竟他在刚晋升主宰 就算有 这件斗篷对他来说 同样是难以拒绝的诱惑 因为这是斥后的专属道具 这时 他听赵承皇说的 清帝玉带 祭天套装 元氏 这是厚土靴的套装 第九百集 张元清能通过父亲杨 搞到厚土靴的物品信息 赵承皇作为 太医门长老的后代 自然也能提前弄到 擂台赛彩头的信息 所以 一看到祭天套装 他就知道 这件道具对元氏天尊 无比重要 祭天套装 张元清愣了一下 旋即流露出狂喜之色 给我看看 大步奔到赵承皇身边 接过了清帝玉带 这是一件做工精美的腰带 由听垮 驼尾三部分组成 听 为青色柔软的丝绸 内部包裹着某种皮革 听 为方形 玉帜 露刻着花纹 类似皮带的扣头 驼尾是一块块 交接的圆玉 象限在腰带之上 每一块玉都露刻了不同的动物 虎 熊 狼 豹 鹰 等 共十块 象征十种野兽 张元清握着玉带 很快 眼里浮现物品属性 名称 青帝玉带 类型 服装配饰 功能 兽王 青帝长生术 介绍 相传 青帝麾下有石兽 各具班山填海之能 石兽的力量凝聚成玉石 被史皇帝制作成腰带 名曰 青帝玉带 备注一 它是祭天礼服的部件之一 剩余三件为 靴 关 袍 据说 今期四件套装 能沟通 好天 备注二 佩戴腰带 可化身十大神兽 神兽的力量 取决于使用者的肉身强弄 备注三 所谓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便衣 穷人需要忍受 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 张元清恍然大悟 原来祭天套装是史皇帝的 难怪 难怪阴阳法袍的代价 是渴望长生 这正是史皇帝一生 最渴望的 他看向赵称皇手 多谢了 接着 扬起清帝玉带 对队员们说 我的第二个优先选择权 是这件道具 夏侯傲天等人啊啊几声 随口敷衍 心思全在手里道具之上 张元清把清帝玉带 收入物品栏 完成认主 再取出来 这件道具的代价功能 就浮现脑海 功能一 兽王 清帝玉带 可以让使用者化身十种兽类 获得无与伦比的战力 具体力量 是使用者肉身强度而定 可以一直用到主宰剂 没错 这是一件主宰剂道具 另外 献出兽身之后 即使兽身战死 也不影响本体 功能二 清帝长生术 此术可致病疗伤 属于极强的自愈技能 同时 还有一个自愈技能 无法比肩的能力 那就是 温养 正常情况下 木妖的自愈能力 虽可治疗伤势 但不可能让身体状态 恢复巅峰 体力的损耗 是不可逆的 只有修养生息 才能恢复 而清帝长生术 能温养体魄 令自身目标的体力复原 回到巅峰 使用一次 需要冷却五个小时 代价 每次化身瘦身 事后都需要承受 菁因突变的痛苦 至于痛苦指数 达到什么级别 张元清没试过 不太清楚 接着 他关注起另外一个重点 阴阳法袍和厚土靴的 物品属性里提到 凑齐 祭天套装 可参透长生之名 但在清帝玉带的介绍里面 却变成了 能沟通好天 同一件套装 信息介绍 怎么会变呢 想到这里 张元清收起清帝玉带 抓出厚土靴 查看物品信息 惊愕地发现 可看破长生之秘的介绍 变成了 能沟通好天 什么叫可以沟通好天呢 好天难道不是 古人对天地的概念化吗 好天指的是天地本身呢 祭天套装 似乎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我有点期待 几期套装会发生什么 沟通好天 好天的抑郁 会不会让我失控呢 另外 套装的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回头找个没人地方 测试一下套装能力 张元清收回念头 高声说 大家都把倒计都集齐一下 我还有最后一个优先选择权 文言 孙淼淼等人将箱子里开出的道具 凑到一起 宫廷剑尸斗篷和清帝玉带算在内 开出的道具总共是六件 分别是摄魂帆 山河图 掏贴练兵炉 万人图 对应夜游神 幻术师 学士 古惑之妖 四大之业 全是主宰品质的道具 品质最好的是宫廷剑尸斗篷 其次是清帝玉带 张元清当即收起斗篷就说 第三次优先选择权是斗篷 剩下的你们挑吧 正好一刃一剑 是皇帝真有钱哪 连价胜者品质的道具都没有 夏侯傲天双手发抖地收起滔铁练兵炉 激动之余 又觉得惋惜 毕竟 主宰剑道具的代价 并非他们能承受的 而且方氏不具备炼器能力 滔铁练兵炉 现阶段来说太高级 他用不到 要迈出去 又不舍得 孙淼淼选择了射魂帆 大概是圣者品质的道具不配吧 天下归火说 我选万人图 万人图是一片单片甲 兼具了防御和攻杀 是 是陷阵杀敌的神器 赵城皇默默地把最后的画卷 收入物品来 他更想要的 其实是孙淼淼的射魂帆 但不好与女孩子争爱 而且山河图的功能同样强大 展开画卷 可将敌人收入其中 七天后化作虚无 困敌保命的大杀钱 捡分赃完毕 张元清就说 这里财宝太多 物品栏放不下 我有收容物品的空间道具 这些东西由我保管 等离开秦峰学院 咱们挑个地方分了 天下归火等人相识一眼 齐齐点头 完成其他人保管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 他们绝不答应 但原始天尊的话 可尽管心里仍有些担心 可觉得相比别人 他最守信可靠了 于是张元清取出小红帽 把博骨架书架 以及门口装满财物的大箱子 紧数收走 想了想 他把神龛也收了起来 挖黄图也算是古董了 原本琳琳满目的藏宝库 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 奇怪 我还没找到控制兵勇大军的神经中书呢 下户傲天望着空荡荡的藏宝库 一阵挠头 孙淼淼说 哎呀 找不到就别管了 我们进来的时间够长了 赶紧离开 实则生变 这也是张元清等人的想法 发了一笔惊天横财 赶紧离开落带为安 才是王道啊